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 据路人张矫见人民怨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五十万人举行起义,一起相关。 兵进攻 没有几天,四方百姓,投过黄金,跟随张角三兄弟杀向官府,身 是非常浩大 汉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 右派中 狼江卢职、黄辅松、朱眷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角兄弟的黄金军 张角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赵校为邹靖商议,邹靖说 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 榜文行到桌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明辈,自选得 英家里 平寒,靠饭马鞋,织草席卫生 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 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呼听身后有个人大声 喝道,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叹什么气 刘备回头一看,这人身高八尺,抱子头,圆眼睛,满腮的胡须像 钢丝一样竖着,声音像红中,样子十分威武 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明 非,自义得,做着卖酒,屠宰猪羊的生意 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 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刘备,张飞俩人谈的投机 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续化 这时,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 刘备留神一看,这人有九尺高,胸前长 须飘飘,脸色好像红枣一样 长一双单凤眼,两条卧残眉 相貌非常 威武雄伟 刘备连忙起身,邀他过来同坐 并请问姓明 那人说,我姓关明宇,自云长 因乡里恶霸仗势欺人,我一怒 杀了恶霸,逃到外乡避难已有无 六年了 刘备,张飞听了都很近 配,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 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 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园中桃花 灿烂,景色很美 第二天,三人在园中焚香礼拜,宣誓结为一姓兄弟 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 弟弟,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 刘备打造了双骨剑,关羽打了把八十二 金的青龙掩月刀,张飞造了一只杖八点钢毛,个人又造了一身铠甲 他们聚集乡中壮士五百多人,浩浩荡荡到卓郡去应务 三人在卓郡打败了黄金军将领陈远志 刘备听说他从前的老师中 狼将卢职在广宗和张角作战,便领了本部人马到广宗驻站 卢职令刘 被三兄弟前往尹川帮助官军作战 刘备,关羽,张飞尹军连夜奔赴尹 川 再说张良,张宝在尹川连胜几阵,这天正在追赶官军,忽然被依 队打着红旗的队伍拦住去路 为首艺将信曹明操,自梦得 张良,张 宝大不过这支队伍,领兵败走 刘备见黄金军退走,便引军返回广宗 半途中,呼见一支军马鸭 这求车而来 上前一看,车中犯人竟是卢职,慌忙下马询问原因,才 明白左锋英卢职为奉送金银,便在皇帝面前使坏 张飞一听打怒,把刀要杀押送球车的官兵就出炉职 刘备急忙拦住,说朝廷自有公论 三人便一起回桌县去 正进间,见黄金军把董卓领导的官军杀的 大败 三人冲入阵中,就出了董卓 不料董卓一听三人并无官职,立 刻把三人丢在外边,下马进账去了 张飞顿时火冒三账,便拔刀进账 要杀董卓,又被刘备劝住 三人于是领着人马,连夜去投猪卷 朱卷那时正在与黄金军作战,便令刘备为先锋去攻打张宝 刘备 一箭射中张宝左臂,关羽,张飞一起出马驻战,打败了张宝 朱卷便 领大军去攻打宝城 这时,张脚兄弟先后战死,黄金军只剩下数万人屯住宝城一带 朱俊在刘备,关羽,张飞和吴俊仁孙间的帮助下,战了宝城,打败了 黄金军 朱卷回到京城,被封卫车骑将军,河南影 朱卷表奏了孙间,刘备的功勋 刘备因朝中无人说情,被封卫中 山府安喜献献位 不久,都游来到安喜 刘备因没有向都游送钱被都 游献害 刘备几次到管义求见都游,都被看门人拦住,距于门外 消息传到张飞耳中,张飞气得两眼圆针,冲进管义揪住都游的头 法,扯到县牙前,绑在马庄上,用柳条使劲抽打,一连打断十几根柳 条,打得都游杀猪般,叫喊求饶 刘备遭都游欺辱,便取出县位观印,挂在都游脖子上,弃观而去 兄弟三人依旧带了几十名清随,离开安喜县城,前往幽州投靠刘夕 当时皇帝身边有十个经常不离左右的宦官,教师常事,他们贪赃 王法,残害百姓,陷害中良 灵帝对他们的话非常相信,汉王朝统治 已非常危险了 朝中建议大夫刘桃向灵帝哭剑,要灵帝除掉时尝试,灵帝不但不 听,反而要杀刘桃 司徒承担头撞十阶,以死相见,灵帝更加大怒 命卫是将二人关进监狱 当天夜里,石常事派人将他们在狱中杀死 从此以后,朝廷官员再也无人敢向皇帝说石常事的坏话了 中平六年四月,公元一八九年,初夏,灵帝害病快要死了,他打 算力往美人生的皇子留邪做太子 石常事中的简朔在病床边对灵帝说 如果要力留邪做太子,必须先杀死大将军和静,才能保皇太子日 后平安 灵帝听了简朔的话,立刻派人宣和静进宫 这和静原来是一个杀猪的,因妹妹是和皇后,生了皇子刘汴,和 静才掌了大权 和静之皇帝要杀他,没有入宫,回到家里,召集大臣 商议如何杀掉石常事 这时灵帝死了,和静便令私利校尉元少领五千 御灵军进了皇宫,便在灵帝灵旧前面,立太子刘汴继承皇位 刘汴虽做了皇帝,但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心里却不大乐意 十常事 之一的宦官张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董太后听后大喜,第二天早朝时 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传指封皇子刘邪为陈刘王,封自己的哥哥董仲 为票其将军,并让张让帮他处理朝政 皇帝刘汴的母亲和太后见董太后把持大权 心里也不痛快,她想 了一个计策,在宫中摆了一桌酒 请董太后来喝酒,劝董太后不要管 国家大事 董太后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俩人大吵一场 何太后也发怒了 当夜,便把哥哥和静召进宫中,商量怎样除掉 董太后及董仲 四日,和静下令把董太后送到京城以外的和间去 和 静让护送的人暗地里将董太后堵死 又将董太后的哥哥董仲的家包围 起来,要追回他的官印 董仲知道事情危急,便在后堂自杀了 元少劝何静趁早把时尝试这些宦官杀掉,何静将这个想法告诉何 太后,何太后正宠信张让等人,便不同意 元少又向何静献上一计 要他调外地兵力,如今超除宦官 主部陈灵认为这样做会弄出乱子来 便竭力劝阻 说话间曹操从旁闪出,拍着手掌哈哈大笑 何静问曹操为什么发笑 曹操说,要杀宦官,应该先除未首的 宦官,这只要一个监狱官就够了,何必纷纷召来外兵呢 何静一听 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呵斥曹操有私心 曹操退了出来,叹息着说 乱天下的,一定是何静 朝廷派往西两领兵的刺史董卓 手下有二十万大军,野心很大 这天,他接到何静的席文 心中十分高兴,便令他的女婿李如先派人 向朝廷上了一道表彰 说这次出兵是为了乘除宦官,制止逆乱 好让 朝廷的大臣不对他产生怀疑 随后便起兵向京城洛阳进发 张让等听说外地的兵来到 便先下手,派五十名刀俯首埋伏在场 乐宫家德门内,让何太后召和静进宫 何太后不知事迹,就派人宣和 静进宫 何静自觉手中掌握天下大权 时常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便不 听劝阻进了皇宫 刚一进门便被乱刀砍死 护送何静进宫的袁绍,曹操在宫门外等了很久 不见何静走出 就在门外大声叫喊 请大将军上车 这时,何静的人头被从墙里 扔了出来 袁绍,曹操大怒 挥舞着宝剑高叫着杀入宫内 碰见宦官 不论大小,全部杀死 一时皇宫内火光冲天 张让,段归等宦官,慌忙劫拥着扫地和陈流亡 从后宫逃跑了 三更十分,逃到北芒山下 猛听的后面一片喊沙声 火光中一队人马 赶到,张让自知难逃一死 便投何自杀了 众人从路边草堆中找到扫地和陈流亡 护送回家 行不到几里路 一队大军赶到 为首议员大将正式董卓 董卓将扫地和陈流亡送回 宫中,便把人马驻扎在城外 天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 横行街坡,闹 的老百姓惶惶不安 董卓还带着宝剑出入皇宫 一天,董卓在温明园中大摆筵席请大 陈喝酒 突然提出要废了皇帝 立成流亡流协位皇帝 大臣们都不敢 出声,荆州刺史丁元将桌子推翻 表示反对 董卓拔剑要杀丁元,可他 看到丁元身后站着吕布 正用眼睛瞪着他 便不敢下手 第二天,丁元在城外同董卓打了起来 董卓的人马被吕布杀得大 败而逃 董卓回来后召集中将商议对策 部将李肃挺身而出 说他和吕布 是同乡 只要董卓愿让出赤兔马和金银珠宝给吕布 他一定能叫吕布 背叛丁元,投降董卓 董卓便答应了 吕布是个建立忘义的人 一见那赤兔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红 没有一根杂毛,便喜爱得不得了 当夜便将一副丁元杀了 提着丁元 的手机投笑董卓,拜董卓为干爹 董卓收了吕布做义子 从此便为所欲为 很快废了少帝,立成流 王位皇帝 九岁的皇帝无力治理国家 向国董卓把大权都握在自己手 中,入朝见皇帝不败 带见上殿,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军校为袁绍反对董卓废掉旧皇帝 令立新皇帝,便怒气冲冲的 投奔冀州去了 董卓为笼络人心,不仅不杀袁绍 反而封袁绍为渤海 太守 董卓把扫帝与和太后囚禁在永安宫中 派人暗中监视 扫帝坐了 一首诗发泄心中不满 董卓知道后便将扫帝用毒酒毒死 把和太后扔 下楼摔死 自此以后 董卓每夜都睡在皇帝睡觉的地方 兼淫宫女,谁也不 敢管他 一次出城打猎,来到阳城 正赶上村民举行二月设赛集会 董卓突然叫军事包围人群 把男人统统杀掉 杀得人头滚滚,死尸便 耶 董卓这样残暴 大臣们愤恨不平 打算找机会除掉董卓 渤海泰 守袁绍给司徒王允写了蜂蜜信 让王允设法除掉董卓 王允便请即位 大臣到家 商议再三也想不出办法 王允放声大哭 大臣们也都跟着 哭起来 曹操看大家正在哭 却大笑起来 王允气冲冲的责问曹操为何发 笑 曹操说他愿借王允的七星宝刀 拼死杀掉董卓 王允非常高兴 便把宝刀交给了曹操 第二天曹操带着宝刀来到相府 董卓问曹操为什么来迟曹操 撒谎说马不好 董卓便叫吕布去为曹操选一匹两马 曹操见屋内只剩 董卓一人便要拔刀下手 但又怕董卓力大 自己一人杀不了便由 欲起来 董卓身体肥胖 做了一会儿 感到疲倦 就到身朝里睡下 曹操 忙拔刀去刺 不料董卓从镜里看见曹操在背后拔刀 猛的一个翻身 问曹操干什么 曹操非常惊慌 急忙跪下说他有口宝刀献给董卓 曹操骗过董卓 恰好吕布已将选好的马牵到了 曹操便借口试试 马 一出城 就纵马向东南乔峻飞奔去了 董卓得知 才明白曹操刚 才是要刺杀他 便下令立即画出曹操的图像 发到各地捉拿曹操 曹操逃到中木县时 被守城的兵士认出捉住 县令成功见曹操是 一个英雄就器官与曹操一同逃走了 这天夜里 两人住在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博奢家里 曹操疑心 吕博奢要报官杀他们 便先下手将吕家八口杀个金光 又将买酒归来 的吕博奢也杀了 成功斥责他滥杀无辜 曹操说 宁可我赴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赴我 成功听了 心都寒了 便离开曹操 曹操回到家乡陈留 一面招兵 一面发假诏书 习文给各路诸侯 请他们出兵共讨董卓 北平太守公孙赞接到习文 绿刘备 关羽 张飞等去会师讨伐董卓 曹操杀朱宰阳 大会诸侯 会上 诸侯推举渤海太守元绍为盟主 总令全军 元绍下令长沙太守孙监卫先锋 起兵攻打四水关 南阳 太守元术负责运粮草 供应各营 董卓接到告急文书 召集中江商议 旅不愿前去迎战诸侯 不料 华雄却自告奋勇要当先锋 董卓见华雄身的威武 便拨给他马步兵武 万 令他前往四水关迎敌 孙监部将陈浦交战中杀了华雄副将胡整 孙监指挥人马 杀到官 前 元术担心孙监破了董卓 增加了势力 对自己不利 有意不发给 孙监粮草 孙监营中缺粮 军心慌乱 被华雄陈叶偷袭 孙监军队大 败 华雄到盟军阵前挑战 无人可敌 诸侯们大惊失色 关羽上前请 战 愿斩华雄 元术瞧不起关羽 叫人把关羽赶出帐去 曹操见关羽相貌不凡 就推荐关羽出战华雄 并递一杯热酒给关 雨喝 关羽接过酒杯 放在桌上说 待我斩了华雄 回来再喝 上马飞奔出寨 将华雄一刀斩下马 提着华雄的头扔于帐前 杯中的 酒还有些烫手 董卓得知华雄被杀 便领大军与盟军大战于虎劳关 吕布永不可 党 接连杀败八路诸侯 一天 吕布又来挑战 北平泰手工孙赞大怒 迎战吕布 没几个 回合便败下阵来 章飞 章飞 章飞接住吕布连战五十回合 不分胜负 关羽见章飞 不能取胜 便上前来助战 刘备 刘备见两个弟弟 站不下吕布 也挥动双骨 见上前助战 终于将吕布打败了 吕布战败 兵无战兴 董卓为了保命 放火烧了东京洛阳城 鸭 这皇帝 大臣和洛阳百姓 迁到西京长安 各路诸侯的兵马进了洛阳 曹操劝袁绍沉姬追击董卓 诸侯兜部 愿意 曹操见这些人目光短小 不能成大事 便独自带领本部人马 追赶董卓 董卓女婿里如在银阳城外埋伏兵马 大败曹军 曹操差一点丧了 命 一万多人马 只剩下五百多人 无力再战 只得收拾残兵 往扬州 去了 孙坚进洛阳城救火时 从皇宫的井里打捞起一颗皇帝用的玉玺大 印 袁绍得知这事后要孙坚将传国玉玺归还朝廷 孙坚撒谎说他没有 见过玉玺 带领人马回江东去了 袁绍大怒写了书信 叫人连夜赶往荆州送与四使刘表 要他在 路上截击孙间 诸侯们四分五裂 纷纷把债离去 讨传董卓的军队就 这样散去了 刘备、关羽、张飞又回到了平原县 袁绍离开洛阳 便在河内囤兵 不久因争夺冀州与公孙赞开战 袁绍的大将文丑杀的公孙赞丢盔弃甲 正在危急时刻 山坡边闪出少 年将军赵子龙救了公孙赞 赵子龙本在袁绍部下当差 应见袁绍无能 前来投靠公孙赞 刘备、关羽、张飞 得知袁绍与公孙赞正在交战 特地赶来帮助公 孙赞结识了赵子龙 刘备与赵子龙一见便舍不得分开 不久公孙赞 与袁绍停战和解 刘备与赵子龙分别时 流着眼泪 不忍分离 这边袁绍刚与公孙赞停战 孙间那边却又绿水军杀向樊臣要讨 罚刘备 罚刘备 以报过去之仇 刘备兵马打不过孙间 被包围在襄阳城中 部将快良设计让旅公 领五百人马出城向袁绍救援 孙间领兵追赶进了一条山道 被屡公埋 扶得兵士用乱箭射死 十七岁的孙策继承了他父亲孙间的事业 驻兵将兜 招收人才训 练兵士 准备以后为父亲报仇 董卓听到孙间已死 觉得自己的对手又少了一个 更加娇恨残暴 一次宴请百官 竟将投降他的兵士上百人 当堂砍断手足 割掉耳 躲 挖出眼珠 用大锅炖煮 百官吓得只打多缩 连筷子也不会拿了 董卓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照样吃喝谈笑 有一天 百官正在吃喝时 董卓令吕布将司空张温拖出去斩了 用红盘将张温人头送到席上 百官吓得魂都没有了 董卓还向往常依 样 谈笑说 张温想勾结袁术害我 所以把他杀了 司徒王允回到家里 回想到刚才席上的情景 坐立不安 夜晚在 花园中暗自流泪 府中歌女貂蝉此时也在园中对月长叹 王允问他为 什么深夜不睡 连声叹息 貂蝉说他愿为大人分忧 以报养育之恩 王允便告诉他想用 连环祭 来除掉董卓 貂蝉欣然允诺 第二天 王允请吕布到府中吃饭 让貂蝉做陪敬酒 貂蝉是天下 少有的美女 吕布一见他便被迷住了 王允便提出将貂蝉送与吕布喂 7 吕布十分高兴 再三拜谢王允 过了几天 王允又请董卓到府上喝酒 让貂蝉唱歌跳舞助兴 董 卓见貂蝉每四天上下凡仙女 眼睛都看呆了 王允便向董卓说 我 想将此女献给太师 不知太师肯不肯收纳 董卓欣喜若狂 再三感 谢 王允便派人将貂蝉连夜送到董卓府上 貂蝉尽心服侍董卓 百般讨董卓的欢心 但一见吕布却连连抹 眼泪 吕布心如刀割 心里恨透了董卓 一天董卓上朝议事去了 吕布沉姬与貂蝉在后园的凤怡亭约会 却被董卓撞见 董卓拿起亭边吕布的话计 追赶着要赐吕布 从此 二人便结下了梁子 例如劝董卓把貂蝉赐给吕布 董卓向貂蝉说出这个想法 貂蝉大 吃一惊 哭着说他宁死也不愿离开董卓 一边说 一面抽出墙上挂着 的宝剑 便要自杀 董卓连忙抱住劝他 再也不提将他赐给吕布的事 了 吕布得不到貂蝉 只是痛恨叹息 王允见吕布怀恨董卓老贼 便 请吕布到家商量如何杀掉董卓 记忆已定 王允便差其都为李肃前往梅雾传照书给董卓 李肃说 皇帝的病刚好 要将皇位让给太师 董卓并没有怀疑 当天便 童李肃回到京城长安 王允等早已安排好了 董卓车架一到 埋伏的武士挺着刀枪见董 卓便刺 董卓穿着后甲 没有被刺死 董卓大叫吕布救命 吕布应声 从车后转出 一几只刺董卓咽喉 顿时气绝了 王允下令将董卓尸体扔在街头 让老百姓泄恨 事中蔡雍应感念 董卓对自己的好处 对董卓的死伤痛至极 王允要杀蔡雍 仲官说蔡 雍很有才气 请求留他继续写完汉史 王允没有听众官的意见 还是 把蔡雍打入狱中害死了 董卓的部将李雀 郭四、张继 凡仇四人逃到梁州后 派人上表 请求宽舍 王允坚决反对 李雀等剑求舍不成 便结伙十几万人马 杀向长安 吕不抵抵不住 要王允一同逃走 王允不愿意 吕不便 自己投靠袁术去了 李雀 郭四的兵马杀入京城 将皇宫重重包围 大臣恐慌 直好 请献帝到宣平门直乱 李雀等人要皇帝交出王允 才愿退兵 皇帝愁 出不绝 王允毫不犹豫 大叫一声 从门楼上跳下 被乱刀杀死 从 此 朝廷大权 落入李雀 郭四等人手中 李雀 郭四掌握了朝中大权 横行无忌 西梁太守马藤 并周刺 始寒岁接到皇帝密诏后 起兵杀向长安 马藤的儿子马超虽只有十七 岁 但因勇过人 连杀李雀手下几元大将 但中英兵马断了梁草 不 得不退回西梁 这时 曹操因在山东攻打黄金军有功 被朝廷封为镇东将军 曹 操四处招募人才 文有寻玉 寻幽 陈玉 郭家 刘叶等人 武有余 靖 典维等 一时人才济济 曹操见自己势力强大起来 便派人去狼牙迎接自己的父亲及家人 路过徐州时 徐州太守陶迁好意招待曹家老小 曹家老小告辞那天 陶迁又派都为张凯带领五百兵士护送 谁知张凯贪财 杀了曹家大 小 曹操的抱 气得咬牙切齿 便引大军杀往徐州报仇 徐州太守陶迁的好朋友成功 当年曾救过曹操 便前往曹营劝曹 曹不要攻打徐州 曹操充耳不闻 成功赶到五脸去见陶迁 便投陈流 太守张鸟去了 陶迁打不过曹操 情愿自行捆绑前往曹营请罪 部署弥主主张相 北海孔荣 青州填凯求援 陶迁听从了弥竹的意见 派陈登到青州 弥竹去北海求援 北海太守孔荣此时正被黄金军围住 派人求刘备救援 刘备最重 信义便点兵三千去救北海孔荣 刘备兵到北海 关羽刀劈了黄金军首领管害 解了北海之围 恐 荣又请刘备一同前去救援徐州 刘备也答应了 刘备又从公孙赞处借了两千人马和战将赵云 连夜赶往徐州 刘 被张飞杀进徐州 逃迁见刘备是个英雄 便让刘备写信给曹操 劝 曹操把兵停战 曹操这时正因老朝衍州 濮阳被吕布攻占了 心中着急 谋士郭 家劝他乘机向刘备卖个人情 答应退兵去收复远州 曹操听郭家的 话 拔债回到远州去对付吕布 陶迁见为兵退去 心中大喜 连忙请孔荣、田凯、关羽、赵云靖 陈燕慧 陶迁要刘备做徐州太守 刘备一听 连连咬手拒绝 陶迁指 得请刘备暂时助兵小配 帮助保卫徐州 在众人竭力相劝之下 刘备 才答应下来 话说曹操领兵回到濮阳扎营 吕布领兵五万与曹操摆下正式开战 曹江下喉敦 勒静都打不过吕布 曹军大败 足足退了四十里 当天晚上 曹军前去偷袭吕布西班的一个营寨 不料吕布听从城 公的计谋 早做埋伏 曹军又败 曹操被吕布追赶 无法脱身 急得 大声呼救 正在危急时刻 下喉敦领一队援军赶到 截助吕布缠斗 战到黄昏时分 忽然下起大雨 双方才各自收兵回营 曹操 吕布两军一时难见高低 陈公又为吕布出了遗迹 叫蒲扬 陈中大富护田是假意去向曹操投降 谎称吕布不在城中 请曹操快来 功臣 田是愿意做各内应 这天夜里出更 曹操绿一队人马冲入城去 等知道中计时已无 法冲出 曹操 曹操逃往北门 火光中撞见吕布追来 曹操连忙用袖袍遮住 了脸 吕布用话挤在曹操的头盔上打了一下 问曹操在什么地方 曹 曹操随手指指前面的人 骗走了吕布 才死里逃生 曹操逃回大寨 马上传令 军中挂校举哀 假说曹操已被火烧死 他自己则领大队人马悄悄往马林山埋伏 吕布得知消息 立刻率领 人马杀来 被伏兵杀的大败 这一年到处闹蝗虫 庄家都被吃光了 两军无良在战 只好暂时停战 陶迁这年已六十三岁 忽然得了重病 他再次要求刘备接受徐州 太守职位 刘备坚决不从 不久陶迁死了 部下把徐州的排印交给了 刘备 刘备 刘备无法再推 只好从命 担起了管理徐州的重任 曹操听说刘备得了徐州 不经大怒 便要传令出兵攻打徐州 某 是寻遇见曹操动怒 建议他攻打尹川等等的黄金军 夺取当地粮食 曹操一纪攻下尹川 汝南等地 收降了桥县人许主 封卫兜卫 封卫兜卫 曹操又收复了 衍州 濮阳 吕布走投无路 前来徐州投靠刘备 刘备 刘备为人宽厚 尽管关羽 张飞坚决反对 还是把小沛让给了吕布赞 主 曹操镇压了山东黄金军 被加封卫见得将军费停侯 郭四 李雀 在朝中更加放肆跋扈 县地命太为杨彪设法除去二人 杨彪说 郭 四的妻子深信极度 我们用反剑计 两贼一定会自相残杀 杨彪让他的妻子密告郭四的妻子 谎称郭将军与李雀的妻子有染 非常亲密 郭七怒 便在李雀家送来的食物中下毒 先毒死了家中 得够 让郭四开始对李雀心存遗迹 一日 郭四到李雀家饮宴回家 后觉得腹痛 郭四七便一口咬定是李雀下了毒 郭四以为李雀真要害他 不觉大怒 暗中调及本部人马 准备攻 打李雀 李雀得知此事后也大怒 立刻点起本部人马来杀郭四 两下 和兵数万 就在长安城中混战起来 李雀劫持了皇帝 皇后 郭四便 劫持了六十多位大臣 从此 李雀和郭四天天厮杀 一连五十余日 死伤不计其数 李 却不将杨凤对李雀不满 想杀死李雀 不料被李雀知道了 李雀引兵 来杀杨凤 杨凤眼看不能取胜 引兵逃往山中去了 从此 李雀的势力日益衰弱了 一天 张继统领大军前来居忠义 和 扬言谁不依从 他就发兵攻打 李雀 郭四只好答应和解 李雀 放了县帝 郭四放了大臣 一起送到张继军中 张继见长安城已破败 不堪 便请县帝迁回洛阳东兜 车马将到华阴县 呼听后面喊声震天 原来是郭四打算再劫皇帝 回梅午 正在惊慌时 杨凤带徐晃杀退郭四 皇帝的亲戚董臣也带兵 香酒 两军会合 宝皇帝 皇后渡过黄河 杨凤找来一辆牛车让皇帝 皇后乘坐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七月间才到了洛阳 只见洛阳城墙崩滩 街上长焖了薅草 宫殿变成了一堆瓦礼 皇 帝无处住 无处吃 上书郎以下的官 都跟着老百姓到城外包树皮 掘草根吃 县帝又怕李雀 郭四杀来 便下赵请山东的曹操来保驾 曹操领兵赶到洛阳 杀退了李雀 郭四 曹操宣称许昌陵进山东 粮食供应便利 请县帝一位许都 县帝 不敢不从 大臣们也都惧怕曹操势力 不敢反对 皇帝百官被迫迁往 许都 曹操控制了皇帝百官 便想攻打徐州的刘备、吕布 谋事寻遇陷 出一计 叫二虎禁食 让曹操奏请皇帝 任命刘备为徐州太守 叫刘备杀吕布 事情成功 刘备就失掉一个帮手 事情不成 吕布也 会杀掉刘备 曹操一计而行 刘备按照密令 与众人商议对策 张飞却莽撞漏了口风 刘备指 的将曹操的密信给吕布看了 吕布心里很感动 再三拜谢刘备 刘备不杀吕布 曹操又申一计 先派人告知元素说刘备上表皇帝 要攻取南郡 随后又正式下赵 让刘备征讨元素 两边一打 吕布必然 会令打主意 这叫驱狐吞狼 知己 刘备明知是曹操的奸计 但有皇帝的照命 只好起兵 留下张飞 守徐州 张飞醉酒打了曹豹 曹豹恨透张飞 便引吕布夺下了徐州 元素得知吕布夺了徐州 便与吕布联合攻打刘备 刘备退走 吕 布又派人接回刘备 让他驻扎小沛 元素没有除掉刘备 总觉放心不下 一天 将东孙策来索取纳科 抵押在元素手上的传国玉玺 元素一面回信推托 一面召集属下文武 商量对策 谋士对元素说 吕布是刘备的靠山 只要派人与吕布搞好关系 便可破了刘备 然后再打吕布 徐州便可到手 于是元素不公孙策 改发兵攻打刘备 吕布把元素的大将祭林 和刘备请至寨中 在元门设计破使双方和解停战 元素不甘心 又派人求吕布女儿为儿媳 以此连结吕布除掉刘备 陈登的父亲陈归带并拜见吕布 点破了元素借刀杀人之计 吕布晃 然大悟 忙令人追回以上路的女儿 张飞抢了吕布 从山东买来的三百多匹好马 吕布起兵向刘备问罪 刘备领兵往许都投奔曹操 曹操的谋士巡逾要曹操成击 除掉刘备 曹操不愿因杀刘备一人而 失去人心 反驳给刘备三千兵马 表见刘备做了玉州太守 共同攻打 吕布 曹操正要起兵攻打吕布 张继的侄儿张秀发兵进攻许都 曹操指 好起兵十五万道玉水战张秀 张秀用谋式贾许的季 贾将曹操 曹操尽了晚成 每日与张继的妻子吃喝玩乐 张秀十分愤恨 勇 贾许的季夜袭曹擎 曹操逃命才免一死 但大将典为何曹操的儿子曹 昂 侄子曹安明都战死了 曹操亲自祭奠典为 忽得极其伤心 他对众将说 我舍了长子 侄子 还能忍受 典为一死 我真是痛心极了 元树得了传国玉玺 便自己做起皇帝来 并清律七路大军进攻旅 不 吕布得到关羽帮助 打败了元树 曹操决定成绩进攻元树 一面派人去联络江东孙策 吕布 刘备 一面点起马步兵十七万向南进发 元树指示坚守不出 要待曹操梁 静自己退去 曹军人多 梁草渐渐不够 兵士怨生四起 曹操决定退兵 但未 平息众怒 便杀了梁官王后 稳定了军心 曹操正准备进攻淮北 追击元树 张秀又起兵攻曹 曹操在急张 秀 行军时曹操号令三军 踩坏麦子者一律斩首 不料自己做马受精 踩坏了一大片麦子 曹操割了一束头发代替了割头 曹军围攻南洋 张秀的谋士贾许见曹操一连三天绕城观看 知道 曹操要深东击西 便将计就计 在城东南角埋伏精兵 曹操果然重计 兵士死了五万 大败而走 曹操军在安仲山中暗抚骑兵 杀败张秀 刘表的兵马 这时报马探的袁绍要进犯许兜 曹操心慌 立刻下令退兵 刘表 张秀不听贾许的劝告 领兵追去 被曹军打败 之后贾许让他们在 追击曹操 结果打了胜仗 袁绍见曹操大军已回 便不打许兜改打孙策 曹操也改打吕布 并写信给刘备 约他同去消灭吕布 吕布得知消息 先派兵围了小沛 刘备连忙派人向曹操求救 吕布在徐州城外三十里处大败曹军 后又攻下小沛 刘备的家人 都落在吕布手里 与关羽 张飞也失散了 刘备便奔许昌头奔曹操去 了 由于陈归父子在徐州城中做内应 曹操很快攻下徐州 小沛 吕 布领加小羽谋士成功逃到下批去了 曹军围攻下批 成功向吕布献祭 要吕布攻打曹操 吕布牵挂七 小拿不定主意 不愿出城破敌 吕布的妻妾终日与吕布饮酒解忧 成功又劝吕布 吕布还是不听 成功抬起头长叹一口气说 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 吕布手下大将侯臣违犯吕布借酒的命令 差一点被吕布杀掉 将 是个个暗恨吕布 侯臣 宋县 魏絮等都准备谋反 侯臣偷了吕布的 赤兔马献给了曹操 曹操不断攻城 吕布精疲力尽 在城头以上睡着了 宋县 魏絮 合伙偷了吕布的画戟 用绳子将吕布紧紧捆住 放曹军入了城 军事压吕布 成功到曹操 刘被跟前 曹操杀了成功 吕布向刘 被求饶 曹操还是杀了吕布 吕布布将张辽大骂曹操 曹操要杀他 官宇贵的替张辽求情 曹 曹见张辽是个英雄 便放了张辽 张辽很是感激 便投降了曹操 曹 曹 曹封他为中郎江 曹操杀了吕布 便班师回到许都 引刘备见县帝 皇帝叫人查了 家谱便任刘备为皇叔 曹操请县帝出城打猎 以关动静 呼见荆棘中跑出一只鹿 县帝 连射三剑位中 便改让曹操射 曹操用县帝的弓箭射杀了鹿 文武百 官见了 还以为是皇帝射中 高呼万岁 曹操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官 宇贱了 提刀拍马要杀曹操 被刘备拦住了 县帝回到宫中 想起今日打猎曹操专恨的情形 不禁流下泪来 扶皇后的父亲扶完说 国旧董承可以除掉曹操 于是县帝咬破手指写成 一道诏书 逢在玉带里 赐给了董承 董承出宫 曹操正等候在宫前 让武士解下了董承的玉带 怀疑 玉带里有文章 董承非常惊慌说曹操如喜欢这条玉带 就拿去好了 曹操将玉带看了又看 未发现什么问题 又还给了董承 董承得到皇帝的密令 便与大臣王子福 仲吉 吴朔 吴子兰 马腾 刘备煞写未盟 要共同除掉曹操 扶住汉士 刘备怕曹操怀疑 便门也不出 每天只在后园种菜浇水 关羽 张飞问他为什么不留心天下大事 却做这样的小事 刘备说他自有道 理 一天 关羽 张飞到郊外练习弓箭去了 刘备独在园里浇水 曹操派许主 张辽请刘备喝酒 说起谁是天下英雄 刘备假装不明白 一会说这个 一会又说那个 曹操说 当时的英雄 只有我们两个 而已 刘备听了 金德手上的筷子也落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 天空响了一个闷雷 刘备装着怕雷的样子 骗过了曹 曹 曹操见他胆小如鼠 便不再怀疑刘备了 袁绍杀了公孙赞 原术要送传国玉玺给他 刘备便已拦截袁术尾 明从曹操手中要兵五万 逃离许兜 曹操派朱灵 陆昭两江与刘备 同行 刘备打败了袁束 袁束吐血而死 传国玉玺又落到曹操手里 刘备回到徐州 让朱灵陆昭回许都报告曹操 曹操大怒 密令 徐州首将车咒杀掉刘备 陈登将此事告诉了刘备 关羽斩了车咒 徐 周又由刘备治理了 曹操大怒 其二十万大军 分五路进攻徐州 刘备请政选血信求 袁绍相救 袁绍果然调兵三十万来救刘备 袁绍让手下起草文书的陈林作讨 曹操席文 把曹操的罪状公布于天下 此时曹操正因投风生病 但在读过陈林骂他的文章后 出了一 身汉 并静好了 自己带了大军前往黎阳迎战袁绍 只让刘待 王忠 领兵阳装攻打刘备 曹操 袁绍两军会于黎阳 曹军兵少以守卫攻 袁绍兵多 但主 率袁绍疑心太重 内部不团结 又不主动进攻 两军相持两月 曹军 退走 刘待 王忠自不是关羽的对手 双双被擒 刘备又把他们放回许 都 请他们在曹操面前替刘备多说好话 刘备按谋是孙甘的建议 分头派兵马铸手下批 小沛 护为鸡脚 防备曹操 关羽手下批 孙甘手徐州 刘备同张飞手小沛 曹操用谋事的计策 招降张秀 刘表 张秀在曹 袁之间犹豫 军师贾许说 袁绍连兄弟都不能相容 那能容得下他人 于是张 秀决定投校曹操 曹操不计前嫌 对张秀 贾许二人以礼相待 曹操让孔戎招降留表 孔戎推荐迷痕 曹操召见迷痕 迷痕把曹 曹操身边的武将 谋士说的一文不值 自称他尚可比谣 顺下可语孔 子 言回相匹配 曹操嫌他太狂 让他专丝敲鼓的工作 第二天 曹操在大厅请客喝酒 令迷痕几鼓助兴 迷痕全身脱光 了衣服 几鼓骂曹操 曹操不怪罪迷痕 让迷痕去招刘表来降 事成了便让迷痕做大官 迷痕不写 曹操让人硬逼着他写 迷痕见了刘表 又是一番激粉戏弄 刘表知道曹操想借他的首杀 调迷痕便让迷痕去见皇祖 皇祖是个武将 听到迷痕嘲讽便将迷 横杀了 建安五年 公元前二百年 曹操做了丞相 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国舅董臣自从看了皇帝写在一代上的诏书 又苦无对策除掉曹操 李奋凯 幽率便病倒了 县帝让太医吉平来给他治病 吉平看了皇 帝密照 决心要除掉曹操 两人便合意设下了计谋 不料隔墙有耳 董臣的家奴秦庆同应与董臣的小老婆有暧昧关系 被董臣仗打四十 因此怀恨在心 他听见了此事便向曹操告发了 董臣 吉平 曹操假装有病 请吉平医治 吉平亲自煎药送上 曹操却让吉平 先长 吉平之事情已败露 硬要将毒药灌入曹操口中 曹操用手一推 要挽摔在地上 药水中的毒屎砖头都裂开了 曹操抓了吉平 逼吉平招出同伙 吉平不从 只是一个劲的叫骂 曹操命人将吉平的手指砍掉 舌头割下 吉平一头撞在石阶上自杀 了 曹操将董臣 王子福 吴子兰 重疾四人全部处死 又杀了董臣 已怀孕五个月的女儿董贵妃 连皇帝皇后求情也无济于事 曹操知道刘备也参与了董臣他们的阴谋 便领二十万大军 分五 陆沙向徐州要捉刘备 刘备派谋士孙前向袁绍求救 袁绍因小儿子生病命在旦夕 不愿 出兵 只答应刘备不如一时可投奔他 曹操兵马攻到城下 刘备无计可施 听了张飞的话 连夜去曹营 结债 谁知却忠了曹操埋伏 刘备、张飞各自走散了 刘备一人骑马 投奔了袁绍 张飞则逃到盲荡山赞助 袁绍听说刘备来投靠 带领部下出城三十里迎接 曹操攻下了徐州 又来攻下批 关羽保护着刘备妻子等家小、被 曹操军马包围在一座山头上 张辽上山劝关羽投降曹操 关羽思考再三 答应降曹 但有三个 条件 以指降汉朝 不降曹操 二、用刘备的俸禄养他的二位嫂子 三、一旦知道刘备的下落 便要去寻找他 张辽将关羽的条件告诉了曹操 曹操最后终于答应了 关羽保护 这刘备的两位夫人随曹操往许兜 途中曹操故意让关羽与二位嫂子同 注意事 关羽一手拿着烛火 一手拿刀 通宵站于户外 曹操非常近 佩 曹操对关羽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又送美女和金银财宝无数 关羽让美女服饰扫扫 财务则交扫扫暂时收藏 曹操又将吕布的赤兔马送给了关羽 关羽再三拜谢 曹操赶到齐 怪 问他为什么以前得到东西从不感激 而今天却再三拜谢 关羽说 有了这千里马 他便可早一天找到他的大哥刘备 曹操听了之后 感到非常后悔 袁绍起兵攻打曹操 曹操领五万兵马迎战 援军先锋炎梁永不可 党连斩曹将送献 未续 谋士陈玉建议曹操改派关羽迎战炎梁 让袁绍仇恨关羽而杀了刘备 关羽感谢曹操的照顾 便杀了袁绍的大将炎梁 第二天又斩了袁 绍的另一大将文丑 曹操大胜 袁绍知道是刘备的二弟杀了炎梁 文丑便叫人绑了刘备 刘备 说曹操故意先让关羽杀两将以激怒你 再借你的手来杀我 我马 上写信让关羽到河北来投靠你 如何 袁绍听了非常高兴便不杀 刘备了 关羽见到刘备的书信便向曹操告辞 曹操故意必不见面 关羽 将曹操过去送他的财物 美女全部留下 将自己的汉寿亭侯打印挂在 迎中 留给曹操一封书信 护着二位嫂嫂找刘备去了 曹操想到以前曾答应过关羽的条件 便赶去为关羽送行 关羽怕 曹操有鬼 便在马上用刀尖将曹操赠给他的锦袍挑过来披上 曹操的 部将认为关羽太过无礼 几次要杀关羽 但都被曹操制止了 关羽保护二位嫂嫂来到东岭关 首将孔秀说没看见曹操的文书 阻拦关羽过关 便被关羽杀了 洛阳太守韩服又拦阻关羽 牙将孟坦向关羽挑战 被关羽砍为两 段 韩服用案件射中关羽左臂 关羽用口拔吊箭 飞马斩了韩服 关羽到了寺水关 首将便洗在郑国寺埋伏刀扶手二百人 约定以摔杯子为案号 要杀关羽 寺中主持普敬和尚是关羽的同乡 将便洗 的阴谋告诉了关羽 关羽大怒便斩了便洗 关羽到了盈阳 银阳太守王植是韩服的亲戚 要杀关羽为韩服报 愁 所以暗中准备要放火烧死关羽 王植手下的湖班将望植的阴谋告 訴了关羽 关羽急忙上路 王植带兵追来 被关羽杀了 关羽到了黄河口 首将琴齐步放关羽渡河 又被关羽杀了 过了 黄河是袁绍的地盘 在那遇上了孙前 孙甘告诉关羽 刘备已去了 汝南要关羽与二位夫人到汝南相见 关羽与孙甘重新度过黄河向汝南出发 曹操部将夏侯敦领兵追到 与关羽展开厮杀 正在此时 张辽赶到传达曹操命令 才让关羽一 行人马走了 关羽继续前行 中途收的一员猛将周苍 走到古城时 站了城的 张飞认为关羽投降了曹操 不肯相认 举枪便刺关羽 这时曹操部将蔡羊杀来 要为外申请其报仇 张飞要关羽再三 通谷后展了蔡羊 才肯相认 关羽在一通谷未进前便斩了蔡羊 张飞这才明白了关羽的一路辛苦 便放声大哭 跪在关羽面前写 嘴 谁知刘备这时又跑到河北袁绍那儿去了 关羽与孙甘又赶到河北 关家庄才见到了刘备 兄弟相见 抱头痛哭 关羽收官平为一子 刘备怕袁绍追赶 与关羽直奔张飞驻守的古城 路上经过卧牛山 时遇到了赵云便一同前往古城 刘备与两个弟弟重新团聚 又新的赵云、关平、周苍三人 于是 大家杀牛仔杨庆贺团圆 但刘备考虑古城太小 便率领人马驻扎汝南 招兵买马 令谋大事 这时江东孙策的势力也一天天壮大起来 东郡太守许共看出孙策 有功打许兜之心 便上书曹操告知此事 不料书信落入孙策手中 孙策大怒之下便杀了许共 一天 孙策上山打猎 独自追一头鹿时 遭到许共手下三个门客 德西吉 身中独剑 性命围在但系 医生劝他需静养百日才能保命 孙策是各级性子 听说曹操的谋士郭家不把他放在眼里 批评他 是 性疾而少谋略 好成皮肤之勇 孙策听后勃然大怒 便要出兵宫 打曹操 誓言取下许昌 这天孙策正宴请袁绍的使者成正 只见手下大将纷纷下楼去拜见 江东道人于吉 于吉外号神仙 所到之处 百姓都焚香礼拜 敬若神 仙 孙策大怒 痛骂妖道 惑众 令军事杀了道人于吉 他自己也应忧 愤 并是加重 竟于精神恍惚中常见于吉的鬼魂 不久因剑伤发作变 死了 死时才二十六岁 孙策 孙权继承哥哥孙策的权位 并依靠周瑜 鲁肃等江东人才 势力 越发强盛 曹操见孙权势力壮大 便奏 便奏请皇帝 封孙权位将军 兼领会姬太 首 袁绍得知此事大怒 发兵七十万讨伐曹操 曹操兵少良缺 想速战速决 便令张辽迎战 曹洪则领精兵三千 随后冲入敌阵 袁军万弩齐发 曹军大败 一直退到关渡才稳住阵 脚 谋士许幽建议袁绍派一军 乘胜直席许兜 前后夹击曹操 袁绍不 听 反而怀疑许幽与曹操有勾结 许幽见袁绍不采纳他的妙计 再加上他的儿子 侄子又被人设计 关进了监狱 只得连夜投奔曹操 曹操听说许幽道 连鞋也顾不得穿 上 慌忙从睡中醒来迎接 见到许幽道头便拜 许幽献祭让曹操公屋 曹 烧元绍军队粮草 曹军夜席乌曹 将袁绍的粮草 物资全部焚毁 袁绍军心大乱 被曹操打得大败而逃 七十万人马只剩八百余人 曹操清理袁绍遗留下来的书册 发现有许多是他自己手下与袁绍 暗地往来的书信 谋是要曹操将这些人一一处死 曹操摇头不准 把书信全部烧掉 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 袁绍攻打曹操时 袁绍的谋是填封层从狱中上书劝阻 袁绍兵败 而回 狱卒向填封道喜 说袁绍一定会放了他 填封笑了笑说 我 的死期就在眼前了 正说着 袁绍派来杀填封的人已经到了 填封 自认为责民主而是之 自吻于狱中 袁绍回到冀州 掌子袁潭从青州领五万兵赶来 二子袁西从幽州 引兵六万赶来 外申高干也引兵五万前来 袁绍便将三处兵马整合在 一起 与曹操再次开战 曹操兵马驻扎和尚 当地几位老者献九十余曹操 曹操很受感动 下令全军不许伤百姓加一拳一击 为者力斩 曹操与众将商议破敌计策 谋士陈玉献上了一条 十面埋伏 之际大败袁绍 袁绍逃回冀州 与三个儿子一起大哭 刘备趁曹操与袁绍大战 许都兵力空虚 领兵前去攻打许都 不 料曹操兵马已回 但此时曹军疲困 被刘备军杀得大败 曹军首赢不再出战 刘备正在疑心 呼听回报军粮被曹军劫了 汝南也被曹军攻陷 刘备大惊 连夜撤军 半途又中了曹军的埋伏 前后受敌 拼力死战 才脱身逃走 前去投靠刘表 曹军也不追赶 自回许都去了 第二年春 曹操又领大军往关堵 攻袁绍 这时袁绍郑重病在身 便由三儿子袁绍迎战 短短三回合 袁绍便被张辽杀败 袁绍见袁绍败回 急得吐血而死 以主说由三儿子袁绍继承父亲 的权利 袁绍的妻子刘氏便杀了袁绍的五个小老婆 袁绍又杀了这五 各小老婆的家属 袁绍 袁绍的儿子率兵兼守冀州 曹军攻不下 谋士郭家劝曹操做官员 绍的三个儿子互相残杀即可 曹操听从了郭家的计谋 领兵攻打刘表 去了 不久 袁绍的三个儿子 因继位问题互相残杀 大儿子袁绍用谋事 郭徒之际 想借曹军来杀袁绍 便假将曹操 曹操收了袁绍 领大军为助冀州 袁绍令部将沈佩把守冀州 自 几则领了一军驻扎城外 互为犄角 曹操没有破城梁方 两军相持部 下 谋士许优献祭给曹操 曹军引张河之水贯城 城中无良 袁绍军 袁绍 袁绍就将心皮枪挑袁上的大印衣服 在阵前招降守城军事 沈佩 大怒 将心皮一家人八十余口在城头全部杀了 将头扔下城来 心皮 大哭不止 沈佩的侄儿沈荣与心皮是好朋友 便开了西城门陷了城池 冀州 于是归了曹操 刀斧手将城林推到曹操面前 曹操直问城林 你写文章骂我也 就罢了 为什么要辱及我的父亲 祖父 曹操手下人都劝曹操杀 要城林 曹操知道城林是个人才 不但为杀城林 还让城林在军中掌 管文书 曹操到冀州时 许幽对曹操说 要不是我 你怎么能进入冀州 曹操大笑而去 大将军许主见许幽目中无人 便杀了许幽 提头 去见曹操 曹操对许主的做法十分不满 令人隆重安葬了许幽 全完全不满 后 降许大方明尝 這次姿体至今 不但,不杀王修,反而加以重用。 元兮、元上逃往大漠深处的乌环,谋士郭家建议曹操继续领兵追。 即,曹军在白狼山大败元兮、元上。 元氏兄弟遂带领数千骑兵逃往辽。 东,曹操认为此次取胜纯属侥幸, 所以鼓励谋士大胆献祭。 曹操最欣赏的谋士郭家,因水土不服并死沙漠。 曹操于祭拜时伤。 心大哭。 郭家留下书信一封,劝曹操不要攻打辽东。 曹操一计而行。 不久辽东公孙康害怕元氏兄弟占了他的地盘,便。 杀了二元,将头献上。 曹操撤军回许兜。 曹操的一同却,文武百官说这是吉祥之兆。 曹操便在张合上见同。 雀台,并依小儿子曹操的建议,于台的左边立一玉龙,台的右边立一。 金凤,十分壮丽雄伟。 刘表命刘备到江夏讨伐张武和陈孙,凯旋而归,赵云夺了张武郡。 马一匹,献给刘备。 刘备将这马献给刘表,刘表不将快乐说,此马眼下有泪草,额。 头有白点,名叫德卢,骑了会害主。 张武就是骑了他,所以兵败。 神王。 主公千万骑不得。 刘表听了,便将马还给了刘备。 刘表听了夫人蔡氏的话,对刘备怀有戒心,命刘备到心也驻扎。 刘备骑着,德卢,出臣,荆州谋士一级拦在马前长衣说,将军的座。 骑叫德卢,骑了会害主,将军不可再骑。 刘备笑道,人能驾。 御马,马怎么能害人。 一级觉得刘备见识高远,暗暗佩服。 刘备到心也后,整顿地方,心力除弊,正至一心。 建安十二年春。 甘夫人生下刘缠,辱名阿斗。 刘表想力小儿子为接班人,问刘备意见。 刘备反对说,费长力。 又,自古便是祸乱的根源。 若怕蔡氏权重,只需慢慢削减即可。 采。 夫人在贫后偷听到了刘备的话,恨之入骨,决心要杀刘备。 蔡氏与蔡茂商量,设计除掉刘备。 刘备夜里正在管设中读书,一。 即告诉了刘备蔡氏的阴谋,刘备便连夜逃走。 蔡茂又设计在庆丰收的宴会上除掉刘备,一级又密告刘备。 刘备。 连忙逃走。 蔡茂得知,率军急追,刘备飞马跑到一条河边,那河有似。 五里宽,渡步过去。 刘备大呼,得卢。 得卢。 今日果然害我。 不料纳马一跃而起,飞过了河。 蔡茂等下的目瞪口呆。 刘备脱了险,在一目瞳的指引下见到水静先生。 水静先生司马辉。 正在谈情,他向刘备说,卧龙,奉处是天下奇才,请到一个,便能。 安邦定国。 刘备大喜,忙追问,卧龙,奉处人在那里。 水静表。 是要等到天明才能告知。 当夜,刘备借宿于草堂之侧,思索白天水尽所言,一夜难眠。 约。 到深更,呼听一名叫原职的人来访,一世卧龙,奉处,刘备御徒一见。 又怕坏事。 等到天亮,始知此人已另投民主,不经大师所望。 水静。 只说,好,好。 却始终没有透露卧龙,除凤在何处。 一天,刘备在新野街上行走,见一人一路唱着歌,说自己虽有本。 令,却未遇民主。 刘备以为是遇到了卧龙,奉处,忙上前追问。 那人。 说他叫丹佛,特来投笑刘备。 刘备听了,非常高兴。 请他到县衙内乡。 谈。 两人说得十分投机,刘备佛丹佛的才能,便拜他为军师,每日。 操练兵马。 不久,曹操命曹仁来攻心野,摆下金锁镇,单拂一面破阵,一面。 派兵去攻凡城,等曹仁战败逃到凡城,凡城早被关羽夺了。 凡城县宣令刘备请刘备到家中做客,刘备见刘备的外申器宇宣昂。 便收尾一子,改名叫刘备,关羽认为刘备已有儿子阿斗,不该再收义。 子,怕日后生乱。 曹操见刘备打败了曹仁,探知是丹佛在帮助刘备。 陈玉说,丹佛真名叫徐树。 便派人将徐树的母亲骗到许昌,然后叫徐母写信。 要他儿子投奔曹盈。 徐母声明大意,非但不写信照徐树,还痛骂曹操,并用实验打他。 曹操大怒,欲杀徐母,但被陈玉劝止。 陈玉偷偷学的徐母笔迹,仿照徐母字体,用他的口气,写了封家。 信给徐树。 徐树接信后便向刘备告别,刘备在长庭设言与徐树哭别。 徐树的马转了两个弯,被一袋树林遮住了, 刘备说,我恨不得,砍尽那些树。 因为他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望不见军师。 刘备正呆呆地望着,呼见徐树又拍马而回,刘备大喜,以为徐树。 回心转意。 徐树向刘备推荐了孔明,并说,卧龙就是诸葛孔明,奉。 除旧是旁统。 刘备大喜。 徐树赶到许昌,徐母见了大怒,骂他为什么凭着一封假信,便来。 头笑曹操。 徐母骂了一阵,便上吊自杀了。 徐树从此一身不为曹操献。 任何计谋。 刘备准备了礼物,与关羽,张飞到龙中拜访孔明。 刘备敲开柴门。 看门小童告诉刘备,先生外出了,不知何时才会回来。 刘备听。 了十分失望。 几天后,刘备派人打听到孔明已回,便同关羽,张飞冒雪赶去。 却只见到孔明的弟弟诸葛君,说他哥哥与友人出游去了。 刘备要了纸。 比,给孔明留了封信。 刘备告别出来,小童指着远处喊道,老先生来了。 刘备以为,是卧龙,盲上前尸礼。 诸葛君说这不是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岳父皇臣。 演。 刘备只有怅然而归。 第二年春天,刘备挑了个好日子,诚心诚意地洗了澡,换了衣服。 准备在上龙中请孔明。 关羽劝他不要去,张飞则打算用绳子把诸葛亮捆来。 刘备听了非常生气,训斥了他们一顿,二人只好跟着前去。 刘备到了龙中,敲开了门,要童子进去通报。 童子说孔明正在草。 唐午睡。 刘备急忙阻止童子,叫他不要惊醒孔明。 关羽,张飞便在外。 念等候,他自己则在台阶下静静等候。 直到孔明睡足了,二人才相见。 孔明看刘备非常诚恳,极为感动。 将刘备迎进草堂,拿出一幅西川地图,劝刘备先取荆州魏家,后取。 西川建立基业,在图中原。 刘备越听越佩服。 刘备再三请孔明出山相助,感情争执,眼泪都湿了衣精。 孔明见。 刘备心意诚恳,便答应了刘备的邀请。 刘备拜孔明为军师,授与应授,请他掌管军马。 江东孙权得到周瑜、鲁肃等人才的辅助,势力进一步扩大,江中。 竟有战船七千余搜。 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领水陆军马。 曹操破袁绍后,命孙权送一儿子到许昌卫人质。 孙权的母亲吴太。 夫人赵周瑜,张昭商议。 周瑜认为一送人质,便要适事受制于曹操。 最后决定不送人质到许昌。 孙权的弟弟丹阳太守孙义性情刚烈,喜好饮酒。 酒后长鞭打士族。 部下归懒,带员便勾结孙义的手下杆红, 一日,陈酒燕散,游边红。 将孙义杀死。 归懒,带员嫁祸边红,将他杀了。 孙义的妻子徐市长得美丽贤惠, 归懒必须是做他的小老婆,徐市。 假义允诺,密照丈夫的亲姓孙高, 傅英趁归懒酒醉时将他刺杀,带员。 前往复宴,也被杀死。 不久,孙权领兵到丹阳, 封孙高,傅英卫衙江。 把地席徐市接到江东养老。 建安十三年春, 皇祖部将甘宁投奔孙权。 孙权领水军攻打皇祖。 皇祖大败,逃跑时被甘宁一箭射死。 孙权破了皇祖, 刘表便请刘备到荆州议事。 刘表因年老多病,便 想将州内事务托付刘备管理。 可是刘备坚决不肯。 孔明问刘备为什么。 推辞,刘备说他不愿成人之为。 孔明感慨道, 刘备真是仁慈之主啊。 曹操派夏侯敦领兵十万伐心也。 谋士寻遇说, 刘备是个英雄。 又有诸葛亮做军师, 不可轻敌。 夏侯敦却不服气地说, 刘备不过。 是鼠辈罢了, 我一定把他捉了来。 张飞听说夏侯敦沙来了, 便对关羽说, 曹军来了, 派孔明前去。 赢敌便是了。 刘备问两个弟弟赢敌之际, 张飞说, 哥哥何不派孔明去。 刘备批评张飞说, 孔明用智, 两弟成勇, 怎么能胡乱推脱呢? 孔明只怕关羽, 张飞两人不听调度, 请刘备把剑印交给他。 孔明 依依派了任务给赵云, 关羽和张飞。 关羽觉得奇怪, 便讥笑孔明清闲。 自在。 孔明说, 我只做首线城。 张飞也不服气, 但见孔明剑印在。 手, 也无可奈何。 夏侯敦清敌冒净, 被赵云引入伯望坡峡谷。 这时背后火光冲天。 两边芦苇也跟着烧了起来, 曹军被烧得仁养马帆。 夏侯敦从小路拼死。 逃走。 刘备军队大胜而回。 关羽, 张飞两人此时才佩服孔明的才智。 简。 到孔明, 两人下马便败。 刘备知道曹操一定会自引大军再来攻打新野。 孔明劝刘备趁刘表。 并重, 取了荆州安身。 刘备说, 他对我有恩, 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孔明说, 现在不取, 以后就会后悔了。 夏侯敦领着残兵败将, 逃回许昌, 叫人把自己绑起来去见曹操。 曹操不怪他, 放了夏侯敦。 曹操又起兵五十万, 兵分五对, 要踏平江。 难。 孔荣劝曹操不要起兵, 打这种没有意义的仗。 孔荣的仇人西律右。 趁机挑拨离箭, 曹操大怒, 便杀了孔荣全家。 荆州刘表病逝日渐严重, 他将两个儿子托付刘备, 要刘备管理经。 周事务。 刘备只答应辅佐刘表的儿子, 却不肯亲自统领荆州。 刘表死后, 蔡夫人与蔡茂, 张允伪造遗嘱, 立他的亲生儿子刘从。 为荆州之主, 并且不让长子刘其和刘备得知 刘表已死的消息。 荆州军。 对由蔡氏娘家人带领, 蔡氏与刘从却到襄阳去驻扎, 以防备刘其, 刘。 被。 曹兵进到襄阳, 原刘表部将傅迅, 宽越等都主张将曹。 刘从不肯。 但蔡夫人坚持要投降, 只好命宋宗前往帝宋将书, 将京香酒郡献给。 曹操。 宋宗宋将书途中, 被关羽抓获, 刘备才知道荆州内部的变化。 1. 即劝刘备已掉桑之名情助刘从, 除掉蔡氏同党。 刘备不肯答应。 决定。 放弃星野, 到凡城已避曹军。 孔明一面安排人马撤往凡城, 一面掉兵前将, 阻劫曹军, 然后与。 刘备到山上瞭望, 等候胜利消息。 孔明安排人马一毁而红旗, 一毁而轻旗, 将许主引进却尾坡。 许。 主见刘备, 孔明在山头饮酒, 便引军寻路上山, 不料山上雷幕, 炮石。 滚滚而下, 无法前进。 曹人领兵到新野, 见城门洞开, 城中无人, 便引军进城中驻扎。 夜来时分, 城中火起, 赵云领兵赶来混战。 曹人率兵逃到白河边, 军事见河水不深, 纷纷下马喝水。 这时, 关羽在上游令兵士撤去堵水的沙袋, 一时水势滔滔, 曹兵人马被淹死。 得不计其数。 曹人拜军行到柏林渡口, 呼听地喊声大气, 被张飞兵马截住, 两。 军又是一阵厮杀。 孔明廖凡臣不能守, 便要刘备取襄阳。 全臣百姓都愿意跟刘备过。 江, 扶老邪幼, 托男带女。 刘备叹息说, 我原为保护百姓而来, 不。 廖凡使百姓受难, 便要投江自杀, 被众人苦劝才打消念头。 刘备领军到襄阳, 刘从景观城门不出。 部将魏延打开城门相迎, 却与文聘大战起来。 刘备见襄阳城内部残杀, 不肯入城。 孔明又献祭, 让刘备取荆州要帝江陵。 刘备领军名十余万, 缓缓往江陵而去。 眼看曹军骑兵就要追上。 众将劝刘备赶快率军先走, 但刘备不愿丢下百姓。 他说, 凡能成大。 逝者, 都要优先照顾百姓的利益。 现在百姓都愿意跟我走, 我怎能抛。 开他们不管。 众将听了, 都很感动。 曹操兵到凡臣, 照刘从来见, 刘从不敢去, 便派蔡茂, 张允前往。 曹操封二人官位, 并让他们转告刘从, 让他勇为荆州之主。 刘从的母亲蔡事过江营曹操, 曹操却封刘从为荆州赐使。 刘从大。 京, 只得一肚子不高兴地向青州出发, 但曹操却在途中派于禁领兵杀。 死了刘从与蔡氏。 曹操得知刘备率领军民每天仅行几十里路, 便选了五千精锐骑兵。 现一天一夜赶上刘备。 刘备请孔明往荆州, 说服刘表长子刘其领兵来救。 刘备则自领军。 明在当阳县外的景山驻扎。 四更十分, 曹兵杀来, 张飞杀开一条血路。 力保刘备逃到长板坡。 赵云自四更十分与曹军厮杀, 出入于乱军之中, 却寻不见刘备。 后来在一段墙枯井前, 找到身负重伤的弥夫人。 弥夫人要赵云保阿斗。 杀出重围, 赵云执意要保护他们母子一同突围。 弥夫人怕拖累赵云。 将阿斗放在地上, 投紧而死。 赵云推倒断墙掩盖了那口枯井, 将阿斗背在身上, 拼死突围, 直。 到长板坡, 见张飞横矛站在桥上, 大喊, 意得住我。 张飞杀退追。 兵, 赵云方的脱身。 赵云见到刘备, 双手地上阿斗。 刘备接过阿斗, 往地上一直说, 为这小子, 几乎舌了我一员大将。 赵云大受感动, 忙从地上抱起。 阿斗哭着拜道说, 赵云万死, 难报主公之御之恩。 曹操见张飞独立桥上, 身后尘土飞扬, 仪式孔明之际, 不敢进前。 便对部将说, 以前曾听关羽说过, 张飞从百万军中取大将的头。 就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 今日相逢, 不可轻敌。 张飞一声大喝, 惊的曹军仍仰马帆而退。 张飞下退了曹军, 便拆断桥来见刘备, 报告经过。 刘备说, 险。 在拆了桥, 曹操定料我兵少, 必来追赶。 于是, 急领军往汉阳, 免。 阳去了。 曹操引军追到汉京, 见大将在前, 叫众将努力向前, 一定要捉住。 刘备。 众将领命, 各个奋勇向前。 不料关羽突然从坡后飞出, 大叫。 我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曹操一见关羽, 吓破了胆, 慌忙下令大军。 速退。 关羽回军找到了刘备, 便一同前往汉京, 大军上船渡江走了不远。 见刘齐领水军来支援。 随后孔明也引一列战船赶到。 刘齐请刘备到。 江夏整顿军马, 在图后事。 曹操见刘备逃往江夏, 便用谋士寻忧的计策, 一面派人联络东吴。 孙权, 联手攻打刘备, 一面领冰水路并进, 西到荆州, 东到齐春, 黄。 周, 在诈连营足足有三百多里长。 孙权见曹操的势力渐渐向南推进, 便照重谋士商量对策。 鲁肃说, 荆州跟江东接壤, 形势险要, 地方复数, 我们如能到手, 则前途。 大有可谓。 我想即调刘表之明, 去探听虚实。 孔明正想让孙权与曹操厮杀以便从中得力。 鲁肃邀请诸葛亮过江, 去见孙权。 在去江东的船上, 鲁肃对孔明说, 你见了孙权, 千万不可用曹。 操兵多将广地画下他孔明叫鲁肃放心, 他自会对答。 孙权已收到曹操约他共罚刘备的书信, 正召集文武官员商议。 张 招等文官主张投降曹操, 孙权还拿不定主意。 孙权在后堂讯问鲁肃的意见。 鲁肃说, 别人都可降曹操, 只有 主公您不能降。 孙权听了, 认为鲁肃说到他的心坎里了。 鲁肃又说, 我已约了诸葛亮来此, 主公只要问他, 便知曹操的虚实了。 第二天, 鲁肃领诸葛亮来见江东众多英才。 张钊等二十多人纷纷, 向孔明提出难题, 孔明依依答复, 讲得头头是道。 主张投降的文官被诸葛亮博的理屈词穷。 正在这时, 东吴大将皇。 盖闯进大厅, 大声说, 曹操的大军已经逼近边境, 大家不想办法对。 负敌人, 却只管在这里斗罪。 又对孔明说, 先生是当事奇才, 有。 此精神, 为什么不去对我们主公谈论? 鲁肃, 黄盖拉了诸葛亮, 一同去见孙权。 孔明见孙权气概非凡, 便知只能用反话吉他。 孔明说, 曹兵有一百五十多万, 大将谋适宜。 两千人。 鲁肃听了大惊, 连使眼色暗示, 孔明只当没有看见。 孙权问孔明该如何行事, 孔明说, 请主公考虑自己的力量, 能力不及就投降。 孙权问孔明, 刘备为什么不投降, 孔明说, 刘备是皇帝的叔叔, 当是英雄, 即使时运不济, 也不会投降曹操的。 孙权诀, 的诸葛亮指自己不如刘备, 便起身走进后堂去了。 鲁肃埋怨诸葛亮说, 你太看不起我们的主公了。 诸葛亮哈哈。 大笑说, 我没有想到孙将军气量这样小, 我自有破曹计策, 他不问。 我, 我又何必说呢? 孙权请诸葛亮到后堂, 摆酒款贷。 众人继续谈论。 孔明分析了曹, 君的弱点以及孙, 留联合必能破曹的理论。 孙权高兴极了, 决定联合。 抗曹。 不料, 张钊等人又动摇了孙权的决心。 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孙, 权为什么不问问周瑜的意见? 先名过台湾直中华文化南岛羽族源头来自越冥巴先洞台湾最早人类遗址, 从历史走来精选。 httpswww.youtube.com 周瑜本来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 听说曹军已到江边, 便赶回柴桑。 来见孙权。 鲁肃与周瑜交情最好, 便把这两天议论的情形全告知周瑜。 周瑜请鲁肃放心, 并要他先把孔明请来相见。 张钊等人一见到周瑜, 便把将曹的好处说了一箩筐。 周瑜问, 你们几位的意见都是一样吗? 众人说, 都一样。 周瑜说, 我, 想投降曹操也想了很久了, 明天一同见主公商议对策吧。 陈朴, 黄盖等一般战将也来见周瑜, 表示宁可杀头, 也不降曹。 周瑜说, 我正要与曹操决战, 怎能投降。 将军们请先回, 明天见主。 公, 我自有定义。 晚上, 鲁肃引孔明见周瑜, 并问周瑜主何还是主战。 周瑜说, 曹操打着皇帝的招牌, 兵势又大, 打起来我们必输无疑。 我是打定主。 义劝主公投降了。 鲁肃忙与周瑜争论。 孔明却在一旁暗暗冷笑。 周瑜问孔明为什么笑, 诸葛亮说, 我笑鲁肃不识时误。 我有意。 各办法, 只要两个人, 便能交曹操百万大军撤走。 又说, 曹操住。 铜雀台, 早想得到东吴的两个角色美人大乔、 小乔。 只需将此二女送。 去, 曹操必然退兵。 周瑜大怒, 骂道, 曹操老贼, 欺人太甚。 周瑜说, 你不知道, 大乔是孙策将军的夫人, 小乔就是我的妻。 子, 诸葛亮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 说自己不该胡言乱语。 周瑜被恐。 明一击, 便说出心底的真心话, 方才是故意试探的, 其实我早就想。 破曹操, 还请诸葛先生合作相助。 诸葛亮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 孙权升堂一事。 周瑜分析了东吴营战的有力条件之。 后说, 我情愿替将军拼死杀敌, 就怕将军拿不定主意。 孙权一听, 拔出宝剑, 一下砍去了桌子的一角, 说, 谁敢再提将曹之士, 九。 与这桌子一样下场。 孙权将剑赐给周瑜, 当场封周瑜为大都督, 臣朴为副将, 鲁肃为。 暂军校尉, 并对文武百官宣布, 有不听号令者, 依军法治罪。 周瑜到了行营, 高坐中军杖, 刀俘首战力两边, 典文武百官听命。 下令分武队立即起行, 到三江口下寨。 周瑜邀鲁肃, 诸葛亮同到三江口。 周瑜要孔明领关羽, 赵云, 张。 飞去据铁山段曹操运粮道路。 孔明知道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杀了刘军。 但又不好推辞, 便答应下来。 鲁肃知道周瑜想借刀杀人, 担心孔明还被蒙在鼓里, 便问他这次。 出兵, 是否有把握? 诸葛亮说, 我水战, 不战, 马战, 车战没有一。 样不惊,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不像周瑜, 除了水战, 其余的就外行了。 鲁肃将话带道, 周瑜听了气急败坏, 打算自己带兵网去铁山结粮。 孔明说, 叫我去结粮, 分明是借刀杀人之计。 只是现在硬核力破。 曹, 要是彼此谋害, 就难成大事了。 鲁肃把这些话告诉了周瑜, 周瑜叹息说, 这人见识比我强十倍, 今日不除, 来日必为大患。 刘备见诸葛亮久未归来, 便派弥主倚靠军卫明去探消息。 周瑜收, 下了礼物, 反要弥主回去请刘备过江会商破曹大计, 想一举杀了刘备。 和诸葛亮, 刘备为了两家联盟, 不能不去, 便吩咐张飞, 赵云守债, 自己则。 带着关羽过江。 周瑜安排刀扶手埋伏在宴席两边, 约定以摔杯子为案。 号, 要除掉刘备。 但看关羽守案保建立于刘备身后, 眼睛却一直盯着。 周瑜, 所以迟迟不敢动手。 刘备验霸回到船上, 见孔明已在船舱中, 非常高兴。 孔明告诉刘。 被刚才宴会上的危险, 刘备这才明白。 孔明要刘备通知赵云11月假。 子日后, 见东南风起, 驾小船到南岸接他, 说完便催刘备诉回。 曹操遣人下书周瑜, 周瑜正因没能杀掉刘备而心中气恼。 见信封。 上写着, 汉大臣向傅周都督开拆, 非常生气, 将信撕毁, 斩了来使。 并把手机交人带回去向曹操示威。 曹操见周瑜毁书斩时, 便起兵往三江口。 两军大战于江面。 曹操军 没有水战的经验, 大败而回。 曹操于市令荆州降江蔡茂, 张允日夜训。 练水军 周瑜打了胜仗, 当晚灯高料望对岸曹军阵地, 第二天又亲自坐船。 去探曹操军水寨的虚实, 见曹操军水寨井井有条, 得知蔡茂, 张允为曹淫。 水军都督, 心里暗想, 若不除去此二人, 曹操定难攻破。 曹操知道周瑜看了水寨的情形, 便召集中江商量对策。 沐冰蒋干, 说, 他与周瑜是同学, 一向交情深厚, 他可劝周瑜前来投降。 曹操大, 喜, 就派蒋干前去。 周瑜出帐迎接蒋干, 问, 老远过将来, 是想替曹操做说课吧。 蒋干说, 我来叙旧。 周瑜不信, 蒋干便欲离开。 周瑜挽住蒋干。 得必绑说, 既然不是, 何必要走。 便传令摆设九席, 赵文武百官。 与蒋干相见。 周瑜对众江说, 蒋干是我的同窗好友, 虽然从江北来, 却不是曹操的说课。 今天只续友情, 不谈论军事。 说罢便将配件交给太使。 词, 吩咐下去说, 今日宴会, 只谈友情, 若提起军事者, 定斩不饶。 蒋干一听, 便不敢再多言。 喝到半醉, 周瑜拉着蒋干的手到帐外散步, 让蒋干官军营, 看凉。 草。 又借九亿说, 大丈夫活在世上, 遇到知心的主公, 言听计从。 或服共享, 即使说刻口齿在立, 又怎能说动我的心呢? 说吧大笑。 直说的蒋干面如涂色, 开口不得。 周瑜说笑了一阵, 又请蒋干重新入席饮酒。 他指着众将对蒋干说, 这些都是我们江东的英雄人物, 今天的聚会, 够称得上群英会了。 说吧假装酒醉五件作歌, 直到深夜, 将蒋干拉到帐内, 与他抵足。 而眠。 等到周瑜憨声大作, 蒋干起身偷看桌上的文书, 里面有一封信。 竟是蔡茂, 张允写给周瑜的。 蒋干连忙将信藏在袖子里, 灭灯在眠。 但以心事重重, 难以入睡。 到了四更天, 呼听有人进帐低声唤, 嘟嘟。 周瑜急起, 雨。 来人走到帐外低声说话。 蒋干流星偷听, 但他只听到了两声, 蔡茂。 张允两人说, 一时还不能下手。 以后的声音很低, 便听不清楚了。 蒋干暗想, 此时不跑, 等到天亮就跑不掉了。 便连夜逃回江北。 把信交给了曹操, 曹操看完大怒, 当即令人将蔡茂, 张允斩了。 才刚。 斩完就明白自己是中了周瑜的计谋, 心里非常后悔。 周瑜得知蔡茂, 张允被斩, 便让鲁肃去见诸葛亮, 看他是否知道。 内情, 诸葛亮说, 蔡, 张两人一死, 东吴不必再顾虑曹操的水军了。 诸葛亮劝鲁肃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周瑜, 以免周瑜又要害他。 但是鲁肃回到帐中, 仍把这事转告了周瑜。 周瑜第二天便要恐明。 于十日内造见十万只, 若做不到便要杀头。 孔明说, 只要三天就够。 了, 周瑜暗中嘱咐鲁肃令工匠延迟, 以便找借口杀掉孔明。 诸葛亮让鲁肃借他二十艘船, 每船均是三十人, 船上预备轻步。 甘草, 三天后他一定交出十万只箭。 只是千万不能告诉周瑜, 否则便无法完成。 鲁肃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 三日后半夜时分, 大雾弥漫, 将面上雾气更浓。 孔明请鲁肃坐船。 去去见。 孔明将二十只船排成一行, 快到草营时, 便叫船上士兵打起。 古来, 其声呐喊。 曹操不知内情, 已有敌军入侵, 命令放箭乱射, 箭。 全渣在稻草人上。 等悟散时, 孔明已得见十几万只。 诸葛亮回迎负命。 周瑜设宴替诸葛亮请公, 并说想到一个破曹的。 计策, 请诸葛亮替他决断。 诸葛亮说, 先别说出来, 各自写在手心。 看痛也不同。 两人将手凑在一起, 同时伸手一看, 都写了一个。 或字。 曹操仲记丢见, 心中气闷。 谋士寻忧建议派人甲将周瑜, 已变破。 周瑜。 曹操同意, 便派蔡茂的足地蔡中, 蔡河前去东吴诈祥。 周瑜见二人不带亲人来将, 断定是甲, 便将济救济, 留下二人。 重赏之后, 波宇甘宁作为先锋, 让甘宁小心提防。 当天晚上, 周瑜正在仗中, 黄盖偷偷地走了进来, 说愿去甲将曹。 曹, 两人商量了一阵子方才散去。 第二天, 周瑜伸仗一事, 黄盖大声, 说要将曹操。 周瑜命人众打黄盖一百仗, 只打得黄盖皮开肉战。 黄盖的好友看则知道黄盖使的是苦肉计, 深受感动, 愿到曹营去。 送假将书。 看则假扮渔翁, 到曹营投书。 曹操不信, 要展看则。 正在危机时。 客, 有人持菜中, 菜盒的秘书给曹操, 曹操才相信了, 让看则回江东。 做内应。 但是曹操仍不放心, 又派蒋干过江, 探听真情。 周瑜之蒋干又来, 心中暗喜说, 这人一来, 我的计策便成功了。 待蒋干一到, 周瑜便板着面孔说, 你太对不起老同学了。 上次, 你偷了我的机密书信, 误了我的大事。 今天你又来, 必无好事。 便。 让人把蒋干送到西山的安中休息几日。 蒋干只得照办。 蒋干心中烦闷, 在安后散步, 呼听一人正在吹销, 敲门一问。 财。 知事奉厨先生庞统, 便问庞统为什么独自住在此处。 庞统说周瑜气量。 太小, 不能容忍, 我只得隐居在这里。 蒋干劝他去投曹操, 庞统答应。 了, 于是两人连夜渡江回到曹营。 曹操听说庞统来了, 亲自出帐迎接, 请庞统到各处查看。 庞统赞。 杨曹操用兵神庙, 又献连环寄给曹操, 把大小战船用铁环锁在一起。 上面铺上木板, 以解决水军颠簸不适之苦。 曹操令人马上照办。 庞统又说他回去劝说江东人才前来投降, 顺便接出家人, 曹操答。 应了。 庞统正要过江, 却被人一把拉住, 那人说, 你好大胆, 黄盖。 用苦肉计, 看则下假将书, 你又跑来施连环计。 庞统回头一看, 紧。 是好友徐述。 徐述问如何才能躲开这长战祸。 庞统便说了一计。 徐述一计而行, 在曹营散布谣言, 说西凉寒碎, 马腾领兵已杀相。 许都, 自己愿领兵去散官把守, 曹操同意, 徐述这才脱离了曹营。 造了连环船, 又有徐述把守散官, 眼见南针将要成功。 曹操心中, 非常高兴, 召集文武官员在船上喝酒, 酒过数巡后, 便讥笑了周瑜。 刘备, 诸葛亮一阵, 并说待他收服了江南, 将让东吴的大桥, 小桥来, 陪伴自己的晚年。 众官齐身奉承, 曹操更加得意忘形, 提了一只长矛, 站到船头便。 引起师来, 快活急了。 第二天, 曹操在大船上演练水军。 陈玉, 寻忧都对曹操说, 铁。 索连船固然有好处, 可是万一东吴用火弓, 便难躲避。 曹操听后大, 笑说, 你们那里知道, 火弓要靠风力。 现在正是冬天, 只有西北风。 东吴若要用火弓, 被西北风一吹, 岂不是自己烧自己。 周瑜眺望对岸形势, 这时狂风大作, 一面其脚步时从周瑜脸上浮。 过, 周瑜猛然想起, 万事皆被指欠东风, 心里一急, 便昏炫过去不审。 人事。 周瑜卧病在床, 鲁肃非常着急地去见诸葛亮, 诸葛亮微微一笑说, 嘟嘟的病, 我倒是会医。 鲁肃忙请他去给周瑜看病, 周瑜见诸葛亮道, 匹医坐在床上, 诸葛亮问候说, 几天没有见。 面, 想不到都督静病了。 周瑜说, 人有旦系祸福, 谁也说不定。 诸葛亮笑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怎么能料得到呢? 周瑜听了, 顿时变色。 诸葛亮说周瑜的病, 要先顺气, 周瑜便求顺气的药方子。 诸葛亮请左右的人都出去后, 在纸上写了十六个字, 欲破曹公。 一用火宫,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周瑜问怎么才能得到东风? 诸葛亮让周瑜铸造七星潭, 他在潭上做法, 借三日东南风破槽。 周瑜一听, 并完全好了。 七星潭铸成, 诸葛亮劈头散法, 斥着双脚, 身上穿剑道适用的法。 一, 开始借东风。 到三更十分, 果然吹起了东南风。 周瑜正在高兴, 突然想到诸葛亮的本领 实在了不起, 留他不得。 立即派丁凤, 徐胜去七星潭杀诸葛亮。 谁知这时, 诸葛亮早已不见人。 隐。 丁凤, 徐胜忙从江上追赶, 远远看见诸葛亮站在船尾。 见徐胜追。 来, 诸葛亮大声说, 将军不必追了, 回去告诉都督, 好好用兵。 我。 料到都督要加害于我, 所以预先叫赵云来接。 徐胜却只管追上去。 赵云一箭射断了徐胜船上的帆绳, 然后飞速离去。 丁凤, 徐胜回去报告经过, 周瑜大经说, 诸葛亮如此多谋, 简。 直叫我日夜不安了。 诸葛亮回到下口, 当即调兵遣将, 到各处堵击曹军。 关羽见军师。 派了别人, 却唯独漏了他, 便问军师为什么。 诸葛亮说怕他放了曹操。 关羽便立下军令状, 诸葛亮才勉强答应, 派他带着官平, 周仓去滑。 荣道埋伏。 黄盖准备好二十艘火船, 船内满在芦苇干柴, 灌了鱼油, 铺上流。 黄, 到了三更天, 指使曹营。 呆曹操明白过来, 喂食已晚。 黄盖的船。 一点上火, 火趁风势, 封住火威, 二十艘火船撞入水寨, 曹军的水寨。 顿时大火冲天。 甘宁带领义军, 打着曹军旗号, 往曹操在乌林的梁库放火。 顿时, 水上, 岸上大火连成一片, 曹操在火阵中左突右闯, 带领着张辽等人, 往乌林狂奔而去。 曹操逃到乌林, 见这里山市险要, 树林茂密, 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说, 我不笑别人, 只笑周瑜, 诸葛亮毕竟不懂计谋。 若先在这里埋。 服役军, 那就厉害了。 雨音未落, 赵云率军杀出, 曹操吓得几乎从。 马上跌了下来。 曹操叫手下徐晃, 张河慌忙挡住赵云, 自己则抽身逃走。 逃到湖。 鲁口, 冰疆饿得肚子发慌, 马也走不动了。 曹操令人埋锅烧饭, 自己。 又大笑起来说, 周瑜, 诸葛亮到底没有计谋, 要是在这里也埋服衣。 对人马, 那我们还逃得了。 话刚说完, 张飞便率兵杀了出来。 曹冰见了张飞, 个个胆寒。 许主飞马来战张飞, 张辽, 徐晃也上。 前家公, 曹操乘机逃走。 到了十字路口, 盼路的军事向曹操请示方向。 曹操听说大路平坦没有什么动静, 小路有几处冒烟, 道路难走, 难。 以埋伏。 曹操便传令, 走小路。 走了半天, 路见平坦, 曹操又哈哈大笑起来, 不将知曹操又是在。 笑诸葛亮, 周瑜无谋。 话刚出口, 只听一声炮响, 关羽领兵拦住了去。 路。 众将人困马乏, 不能再战, 谋士陈玉建议曹操亲自去向关羽求情。 也许能放曹操人马过去。 曹操一想也只有这个办法, 便硬着头皮去。 求关羽。 关羽见曹军各个衣甲不全, 浑身泥浆, 泪流满面, 心中不忍。 长叹一声, 转过身子把他们放走了。 关羽猛然记起军令, 忙又乐马回头, 大鹤一声, 你们往那里走。 曹军一听, 吓得滚下马鞍, 浮在地上哭白。 关羽到底重义气, 便放了曹军。 曹操走出华荣道, 待曹人赶来接元时, 只剩二十七骑了。 曹操放。 声大哭, 众将问曹操在逃难时效, 此时为什么反哭了呢? 曹操擦眼泪。 说, 我是哭郭家, 如果郭家不死, 绝不是我有此大败。 众谋是绝。 得很羞愧, 红着脸不出声。 关羽放走曹操回营, 诸葛亮令武士拿下关羽, 推出斩首。 刘备清。 自向军师求情, 说关羽以前历过不少大功, 请军师饶了他这次。 诸葛亮只好从宽发落关羽, 免他一死。 周瑜把曹操的百万大军, 杀得落花流水, 心里很是得意。 便整顿。 军马, 玉被乘胜攻取南郡。 孙甘奉刘备之命前来献礼道贺, 周瑜听孙。 甘说刘备屯兵游江口, 便知刘备也有取南郡的意思, 心中十分气愤。 乃甲吉道谢拜曹之事, 来和刘备谈判。 刘备问诸葛亮, 周瑜亲自来谢的来意为何? 诸葛亮说周瑜是为难。 郡而来, 便与刘备商量好了办法。 摆开战船, 让赵云前去迎接。 周瑜, 鲁肃到了游江口, 游赵云迎接, 刘备设宴相待, 双方谈道。 取南郡的事, 刘备说曹仁守南郡, 不好对付。 周瑜说, 我要取不了。 南郡, 任你去取。 周瑜派奖亲卫先锋, 徐胜, 丁凤为副将, 很快便攻下了夷林, 随。 后颖军进攻南郡。 曹仁心里焦急, 打开了曹操留下的密技, 依技而行。 把城中兵马全都撤出城, 在城墙上便插京旗, 虚张绅士。 第二天, 吴军攻城, 曹仁, 曹洪假败, 吴军继续追击。 周瑜建城。 门大开, 便引军进入城中。 不料公弩齐发, 剑如雨下, 周瑜中剑, 被, 部下救回。 曹仁, 曹洪城市兵分两路杀回, 大败吴冰。 周瑜中的是毒剑, 军医让他静养, 要是发火动怒, 就更难全越了。 曹仁料周瑜伤重, 天天令军士在外叫骂, 周瑜十分愤恨, 带兵出战。 还未交锋, 周瑜忽然大叫一声, 口喷鲜血掉下马来, 被部将救回。 吴军刚撤兵回营, 便挂笑沮丧, 说周瑜死了。 曹仁得知, 便决定。 夜里去结寨, 不料却中了周瑜的计, 被吴军杀得大败而逃。 吴军满怀高兴, 直奔南郡, 却见城上惊奇飘扬, 刀枪鲜明。 大将。 赵云叫者说, 我奉军师将令, 已取了城, 请都督不要责怪。 周瑜。 大怒, 便下令功臣, 却被城上乱箭射回。 周瑜满腔怒火, 便派甘宁带几千人马去取荆州, 领统去取襄阳。 军马还未出发, 探马来报说, 诸葛亮用兵符调出荆州, 襄阳之兵, 叫。 张飞夺了荆州, 关羽攻下了襄阳。 周瑜一听, 大叫一声, 剑窗冻裂。 口图鲜血, 气昏倒的。 过了几天, 周瑜要起兵攻打南郡, 被鲁肃劝住。 鲁肃说, 呆我。 去见刘备和他理论, 说不通再动兵也不迟。 鲁肃见刘备, 诸葛亮, 说东吴费了前梁军马, 打退了曹兵, 京。 湘九郡里应归东吴。 诸葛亮说, 荆州, 湘阳九郡本是刘表的地方。 刘备以叔父的名义帮助刘其取回荆州, 有什么错? 鲁肃无话可说。 只说若刘其不在了, 请刘备把荆州, 湘阳还给东吴。 鲁肃连夜回债见周瑜, 把经过告诉了他, 周瑜一听, 又绝烦恼。 这时孙权照周瑜会攻合肥, 周瑜只好撤兵。 刘备得了金, 相三处陈池, 又听马良之计, 攻打林林, 贵阳。 照。 云, 张飞抢针出兵攻打贵阳的任务, 互不相让。 孔明便令抽签决定。 结果被赵云抽中, 当下立了军令状, 带三千人马前去破城。 贵阳太守赵范害怕刘备大军, 便要投降。 但手下将领陈映, 宝龙, 却坚决主战。 后来陈映被赵云活捉, 赵范也开城门投降了。 赵范设宴招待赵云, 又与赵云结为兄弟。 赵范让丧夫的嫂子陪赵。 云喝酒, 想把嫂子嫁给赵云。 赵云很生气, 一拳打倒了赵范, 上马出。 陈去了。 赵范与陈映, 暴龙商议, 欲设计谋害赵云, 但被赵云识破, 斩了。 陈映, 暴龙二人, 活捉了赵范。 刘备, 孔明到了贵阳, 赵范便告知欲将嫂子许给赵云的事, 刘备。 孔明君认为这事可行, 但赵云不肯。 刘备称赵云真是一个男子汉。 大丈夫。 张飞攻武林, 太守金炫不听不下, 拱智劝降, 领兵迎战。 张飞一声。 大后, 金炫便往城内退去。 拱智俱成, 乱剑齐放, 金炫中剑, 拱智便。 开城投降。 关羽请命攻打长沙。 孔明说长沙太守寒选手下有一老将黄忠, 武。 一高强, 射箭百发百重, 需多带兵族前往, 关羽不听, 只带了五百名。 刀扶手。 关羽与黄忠大战一百多回合, 不分胜负。 第二天关羽用拖刀之计, 引黄忠追赶。 黄忠马失前提, 关羽却不杀他, 让他换马再战。 四日再战, 黄忠假败, 又关羽追赶, 黄忠回身连放两次空箭, 底。 三次一箭射中关羽窥音, 关羽知道这是黄忠报他前日不杀之恩, 领兵。 退去。 韩璇在城上看得清楚, 说黄忠私下通敌, 欲杀黄忠。 适时被魏严。 就下, 魏严便杀了韩璇献了城池。 刘备, 孔明为官与庆功, 黄忠则称有并不肯出来相见。 刘备亲自。 上门再三相请, 黄忠才投降。 孔明却说魏严这个人杀主献臣, 不忠不义, 日后必会谋反, 便喝。 另推出斩首以绝后患。 刘备连忙劝住。 孔明对魏严说, 你以后若有。 一心, 我一定杀你。 刘备班师回荆州, 改由江口为公安。 招兵买马, 广集钱粮, 想要。 成就一番事业。 孙权在合肥城下大战曹江张辽, 礼典, 乐敬。 孙权部将宋千贝勒。 敬坎于马下, 孙权则被陈朴救回。 孙权大将太史辞夜袭曹营, 不料被张辽杀败, 太史辞终建身亡。 孙权渐连连折损两员大将, 便收兵回去了。 不久, 刘齐病死。 东吴派鲁肃以吊孝未明, 讨海荆州。 孔明让刘。 被写下戒句, 说等刘备取了西川遍海荆州。 鲁肃回报周瑜经过, 周瑜大骂孔明赖账。 这时, 探子来报说刘备。 夫人甘氏死了, 周瑜听后便申一计。 周瑜请孙权假意把妹妹许配给刘备, 骗刘备到江东, 再扣下刘备。 换回荆州。 周瑜写好信, 让鲁肃送给孙权。 孙权看信后大喜, 便让吕范到荆州去提亲。 吕范到荆州和刘备说。 了亲时, 孔明在屏风后偷听。 刘备愁躇不觉, 不敢答应。 便让吕范先。 行住下, 日后再做答复。 孔明劝刘备答应这门婚事。 刘备怕周瑜害他, 不肯冒险前往江东。 孔明大笑说, 周瑜的计策, 瞒不过我。 我有办法, 既让主公取的。 吴侯的妹妹, 又保荆州万吴一师。 孔明让孙杆去东吴说定亲事。 建安十四年十月, 刘备带赵云, 孙甘和五百人乘快船前去南徐营。 亲。 临行, 孔明交给赵云三个锦囊, 囊中各有妙计, 让他到围及关头。 十一次打开解围。 传到了东吴, 赵云拆开第一个锦囊, 依孔明之计, 命五百军士道。 婆吉上采购珠阳国品, 并到处宣扬刘备和孙权妹妹结亲之事。 刘备和 赵云牵阳丹久, 去拜见孙策和周瑜的老丈人乔国老, 并告知刘备和孙权妹妹结亲之事。 乔国老于是向吴国太道喜, 国太竟不知道这事。 盲派人打听, 才 知刘备确实是来与女儿成亲的。 国太正在为这事发怒, 恰好孙权进来, 便气地拍着胸脯大哭起来。 孙权说没有这事, 这只是计谋。 国太更加气愤, 大骂孙权, 周瑜。 当下要在甘露寺与刘备相见, 若不中意, 就任孙权他们处置刘备。 孙权按母亲所言办理, 却早早在甘露寺埋伏下刀伏手, 以便在母。 亲看不中意时, 捉拿刘备。 不料吴国太见了刘备, 心里很是满意, 对。 乔国老说, 刘备真是我的好女婿呢。 吩咐摆上酒席, 招待刘备。 不一会儿, 赵云带剑进来, 站在刘备身旁, 告诉刘备房内有刀斧。 手埋伏。 刘备跪在国太面前, 请国太救他。 国太大骂孙权, 孙权却推。 说此乃甲华所为, 国太便要斩了甲华, 刘备和乔国老都为甲华求情。 请国太手下留人。 刘备为陈旧大业之事心事重重, 走出大殿, 剑院中一块大石, 按。 自在心中许愿, 若可成就罢业, 则拔剑灰去石头可成两段。 一剑砍。 去, 大石果然破成两段。 刘备与孙权共游江山, 刘备见船行于江面非常平稳, 指着小船说。 男人驾船, 北人乘马, 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呀。 孙权以为刘。 贝说他不善其数, 一跃上马, 飞也试地跑下山去, 刘备也骑马飞驰追。 去。 两人在山坡上扬边大笑。 乔国老受刘备的请托, 请国太早日让女儿与刘备成亲。 国太变则。 了一个吉日, 让女儿孙上相与刘备成亲。 刘备进了洞房, 剑刀枪林立, 侍女们身配刀剑站立两旁, 刘备下。 的脸色都变了。 孙夫人笑着说, 打了半辈子仗, 还怕兵器吗? 变。 令氏女搬去兵器, 并解下身上的刀剑。 孙权见事情弄假成针, 便用周瑜的计谋, 让刘备吃喝玩乐, 尽情。 享受。 刘备天天喝酒作乐, 把荆州望得一干二净了。 赵云看过第二个井囊之后, 去见刘备说, 军师派人来报, 曹操起。 五十万大军杀奔荆州要报赤壁之仇, 事情紧急, 请主公回去。 刘备。 说他自有道理, 便令赵云先行。 刘备与赵云说的话, 都被孙夫人听到了, 孙夫人听刘备说了自已的心事, 便决定随刘备回荆州。 于是二人商定, 甲级元旦那天到江边, 祭祖, 然后逃走。 元旦那天, 刘备与孙夫人在赵云的护卫下, 离了南徐往江边出发。 这时孙全英与仲官喝酒, 烂醉如泥。 仲官员把刘备, 孙夫人逃走。 的消息告诉他时, 已是第二天了。 孙全急令陈武, 攀张火速带兵追拿。 陈朴说他们见了孙夫人必不敢下手, 孙全又将配件交给了蒋青、 周太, 令他们去取刘备和孙夫人的头。 赵云保护刘备与孙夫人行到柴桑地界, 见后敢有兵将追来, 便将。 第三个井囊拆开。 刘备看完后便将周瑜, 孙全用美人记之事告诉孙夫。 人, 并请孙夫人解救。 孙夫人命人卷起车帘, 大骂徐盛, 丁凤, 陈武, 攀张。 四人连连。 赔罪, 退至路边, 让他们过去。 等蒋青, 周太赶到, 车架已经走远。 蒋青叫徐盛, 丁凤飞报周瑜。 请从水路追赶, 蒋青则游岸上追赶。 刘备一行人马来到刘朗浦, 见后面追兵将至, 正慌乱奸, 呼见江。 边停了二十余艘商船。 刘备与孙夫人上了船后, 方才知道船中的商人, 都是荆州水军, 便放下心来。 呆蒋青等人马赶到, 船已离岸很远了。 正在这时, 只见周瑜领水军追来, 孔明令船靠岸, 周瑜也追到岸。 上。 这时, 关羽突然杀出, 周瑜抵挡不住, 急忙上船。 这时, 荆州市。 兵齐声高叫,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大怒, 昏。 倒在船上。 孙权, 周瑜准备起兵取荆州。 张昭等劝孙权不要与刘备交战, 不。 如上表皇帝, 表奏刘备为荆州目, 这样既可让刘备祭恩, 又可使曹操。 不敢来攻。 然后再用反剑技, 让曹、 刘互相攻击。 孙权听了, 便派华。 兴去了许都。 这时曹操正在叶俊庆和铜雀台落成。 在铜雀台上大雁文武百官, 并将一件西穿紧袍挂在树上, 下射箭靶, 射中箭靶者便可得到战袍。 武将们各个争先, 想展现自己的武艺。 武将射臂, 曹操又让文官吟诗作父, 记录铜雀台落成之事。 曹操。 正在信头上, 也附诗吟唱。 呼报东吴使劫华兴前来。 曹操看罢表彰, 与谋士定计使孙, 刘相。 吞并。 便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 陈朴为江夏太守, 华兴为大理寺少。 亲。 周瑜就职南郡太守后, 便想报仇, 遂上书孙权。 要鲁肃讨还荆州。 鲁肃无奈, 只好前往荆州。 鲁肃来到荆州, 刘备依孔明之际放声大哭, 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 便无处安身。 触动刘备心重伤处, 而大哭不止, 孔明于是要鲁肃转。 告孙权, 暂缓讨回荆州。 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 周瑜说, 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 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 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 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 东吴, 并解释说, 我不过以此为名, 要刘备摩索防备罢了。 我军已 公取西川为名戒到荆州, 便可承示杀了刘备, 夺取荆州。 鲁肃再到荆州, 说周瑜将率兵公取西川以换荆州。 刘备盲谢说, 我很感激, 雄师到时, 一定远迎靠牢。 鲁肃暗喜, 辞别而去。 周瑜迎水陆大军五万, 往荆州出发, 快到荆州时, 见城上插两面。 白旗, 并无一人。 周瑜将船靠岸, 领二十名骑兵到城下查看。 忽听到一声帮子响, 城上一骑竖起刀枪。 赵云站在城楼上喊叫, 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 所以留我在此守候。 探马又来报, 官。 宇, 张飞, 黄忠, 魏延四路兵马, 从四面杀来。 周瑜大叫一声, 就窗。 傅列, 从马上坠了下来, 众将急忙将他救回。 周瑜被救回船, 军事报告说刘备, 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了。 周瑜更加愤怒, 咬牙切齿说, 你到我取不得西川, 我偏要去取。 便令船队上行, 到八秋时, 探字报说, 上流有流风, 官平两人领军。 接住水路。 周瑜正要出战, 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 劝他不要去取西川, 如曹。 君臣虚而攻江南, 江南就不保了。 周瑜读完信, 口图先写, 他知道字。 已活不长了, 便上书孙权, 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 死前叹了口气说, 继生于, 何生量。 连教树生而亡, 死时才三十六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 放生大哭。 按周瑜遗嘱, 命鲁肃为嘟嘟。 孔明到江东去吊艳周瑜, 在灵前贵宋继闻, 伏地大哭, 鲁肃见孔。 明很重情义, 道觉得周瑜度量太小, 容不得孔明。 孔明要离开东吴时, 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 大笑说, 你一连三。 四用忌, 气死了周瑜, 却又来吊丧, 明期东吴无人。 孔明一看尽事。 庞统, 二人不离携手大笑, 各素心事。 临别时, 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 时便去投笑刘备, 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 鲁肃向孙权举荐, 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 很不喜欢。 再加上, 庞统口气狂妄, 看不起周瑜, 孙权便不用他。 庞统前去投笑刘备, 见了刘备, 却不拿出孔明的剑书。 刘备见他。 礼数不周, 长相又丑, 辨认他为磊阳献宰载。 庞统上任后, 终日饮酒。 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 刘备命张飞, 孙杆前往巡视, 到了县衙, 见庞统衣冠不诊, 一副。 罪态。 张飞批评他不理县镇, 庞统当场办公, 只办日时间便把百日工。 事全部办完。 张飞连教, 先声打财。 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剑书。 张飞连忙返回荆州, 把剑书交给刘备。 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 统先生, 连忙下接请罪, 并拜庞统为副军师钟郎将。 曹操见刘备势力日渐强大, 多次想新兵攻打刘备, 又怕稀凉马藤。 来攻。 于是传照骗马藤进许兜, 准备暗中除掉他。 马藤引军到许昌城。 外驻扎, 也遇伺机杀掉曹操。 曹操派黄奎骗马藤入许兜见皇帝, 以便下手。 黄奎恨曹操, 将曹。 曹的阴谋告诉了马藤, 让马藤在曹操出城点军时杀掉曹操。 不料黄奎将这事告诉了小老婆李春香。 李氏与黄奎的七弟苗泽友。 男女私情, 苗泽正想找机会除掉黄奎, 便向曹操密报。 曹操假装点军, 按扶兵马, 将马藤抓住斩首, 后又将黄奎一加急。 李春香, 苗泽杀了。 曹操决定南宫孙权之时, 得知刘备要娶西川。 曹操便发兵三十万。 前往合肥。 孙权的报, 叫鲁肃写信请刘备相助。 孔明回信给鲁肃叫他放心。 又请刘备写信给马藤的儿子马超, 让他起兵替父亲报仇。 马超见刘备的信, 便起兵前往许都报仇, 西梁太守寒碎与马藤氏。 义姓兄弟, 也点起手下八部人马与马超同往。 西梁兵作战英勇, 一路势如破竹, 没有几天便攻下长安。 曹操大金, 盲命曹洪, 徐晃带兵协助中咒守同关, 并约定十天内不得失守。 否则定斩不饶。 中咒等坚守不出。 马超每日在官下痛骂曹操, 曹洪几次想出战斗。 被拦住。 到第九天, 曹洪见马超军士或坐或躺于草地上, 便引兵冲下。 官去, 不料扶兵四起, 只得大败而逃, 同关失守被马超占领。 曹操引大兵赶到同关, 因曹洪在第九天失了同关, 便要依军法将。 他论斩, 众将求情下才饶了曹洪不死。 曹操下令公关, 马超神勇, 一连杀败了曹营十多元上将, 西凉兵。 包围了曹操, 穷追不舍, 曹操扔掉了红袍, 割了胡须, 最后扯下棋子。 包住嘴巴慌忙逃跑了。 曹操东奔西逃, 不料撞到了马超, 吓得几乎落下马来。 曹操绕树。 而逃, 马超从后门追到。 一枪刺在树上, 曹操便乘机逃跑, 随后曹洪。 及时赶来相救。 曹军渡河断了马超后路, 曹操在河边监督, 众人见马超到十分。 害怕, 一轰而散。 许主见情况紧急, 只得背起曹操跳到船上, 方才逃。 拖。 第二天, 马超与许主交战, 大战百鱼回合仍不分胜负, 许主杀的。 兴起, 索性卸下盔甲, 光着上身与马超在战百鱼回合, 还是分不出胜。 赴来。 曹操怕许主有失, 便明经收兵。 曹操见马超有勇无谋, 便用离间计, 挑拨马超与寒粹的关系。 马。 超果然重计, 对寒粹大起疑心, 寒粹为了自保, 决定计将曹操。 马超。 闻许, 杀了寒粹两员大将, 又砍断了寒粹左手。 曹操沉积围攻马超, 马超势单力薄, 与庞德, 马带领三十多骑。 向隆溪临桃桃去。 曹操破了马超, 身为大阵。 县帝亲自出城迎接。 马超兵败后, 西凉败兵有好几万人逃到汉中, 都被汉宁太守张鲁。 收下。 张鲁怕曹操进犯汉中, 想自称汉宁王。 部下献祭让他先取西川。 然后再称帝, 张鲁决定起兵取西川。 西川刘章见张鲁引兵来犯, 十分惊慌, 别嫁张松敬言说只要让曹。 操取了汉中, 西川便能安全无余。 刘章命张松卫使, 带着许多财物去。 许都。 张松暗中画了一幅西川地图带着, 把蜀中的山川险要, 俯库钱。 梁都画在上面, 以便见机行事。 不料曹操见张松长相不佳, 已有五分不喜欢, 又见张松言语无礼。 甩了袖子, 便转入后堂去了。 曹操手下有一人叫杨修, 见张松说话狂妄, 遂与他辩论。 后又去。 曹操写的, 孟德新书, 让张松看。 张松说这书是战国一位不知姓名的。 人写的, 蜀中小孩也能背诵, 并当场一字不漏的背诵出来。 杨修大惊, 杨修大惊, 认为张松是奇才。 杨修连忙见曹操, 把刚才张松背诵, 孟德新书, 的事说了, 曹操。 暗想到, 莫不是古人与我暗和。 便叫人把书烧了。 四日, 曹操与, 张松前去西校场看军容。 曹操问西川是否有这样的军队。 张松说, 我们没有这般军队。 只知道乙人义待人。 并说, 丞相在濮阳宫吕布, 晚成占张秀, 持。 碧玉周郎, 华荣道逢关语, 割虚气袍于同关, 这些都算得上是无敌天。 下的功绩。 曹操见张松进阶他的短处, 下令乱磅将张松打出。 张松取到荆州回西川, 以便探刘备虚实, 不料刚到荆州边界, 便被赵云迎接到驿馆, 关羽也前来设宴接风。 张松深感刘备仁德, 宽厚。 四日, 刘备引孔明, 庞捅轻盈, 设宴连引三天。 张松说他愿为哪? 应, 极力劝刘备取西川, 并把所带的地图献给了刘备。 还推荐好友法。 郑, 孟达给刘备, 说他们可脱以重任。 张松回到西川, 说动刘张派张正位使前往荆州, 又派孟达领兵武。 迁去迎刘备入川。 刘张手下的黄泉, 王类多次劝刘张不要引刘备入川。 以免被刘备所害, 刘张不听。 不久, 刘备让孔明与关羽, 张飞, 赵云守荆州, 自已带庞统, 黄。 中, 魏延到浮沉。 刘张欲亲自前往迎接, 黄泉咬住刘张的衣袍阻拦。 刘张大怒, 猛扯衣服, 黄泉跌倒在地, 跌落了两个门牙。 刘张出一周城时, 从事王类将身子道钓鱼城门劝阻, 刘张不听。 王类大叫一声, 一剑把绳子割断, 撞得而死。 法阵接到张松写来的密信, 要旁统在刘备见刘张时杀掉刘张。 旁, 统安排魏延在宴上武剑杀刘张。 刘张手下大将张任剑魏延不怀好意。 也武动保剑保护刘张。 刘备剑撞, 连忙拔剑喝道, 不弃剑者斩。 众人才放下剑来。 呼报汉中张鲁带兵马攻打加盟官, 刘张请刘备带兵迎击。 刘备则, 带本部人马前往。 孙权知道刘备兵马在西川, 欲成鸡攻打荆州, 吴国太怕两国交战。 刘备会害了他女儿, 便不同意。 张钊写密信让人送给孙夫人, 说他, 母亲病重, 要他带阿斗回来一见。 以便用阿斗向刘备换回荆州。 孙权便叫周善乔半客商前入荆州。 孙夫人听说母亲病重, 刘备又不在身边, 怕人阻挠, 便带着阿斗。 不告而别。 赵云得知阿斗被带走, 便驾小船前去拦截。 赵云一阵猛追, 跳上了大船, 夺过了阿斗, 但船已到了江心, 静, 退不得。 恰在此时, 张飞乘船赶到, 跳上大船杀了周善, 抱起阿斗鱼。 赵云一起回船, 放孙夫人独自一人回到江东。 孙权见妹妹回到东吴, 便要攻打荆州。 恰巧这时, 曹操领四十万。 兵马来报赤壁之仇。 孙权大金, 芒衣吕蒙的意见, 令军事在如虚口。 助物抵挡曹军。 常使董昭上表尊曹操为卫功, 加九西, 市中巡御劝曹操千词不受。 曹操怀疑巡御对他不忠, 叫人送一盒饮给他。 寻遇见世空河之。 到自己部位曹操所容, 便服毒自杀了。 建安十七年, 公元二一二年, 冬天, 曹操大军征伐江南, 因不知孙。 全兵屯何处, 便带人上岸观看, 不料扶兵突出, 曹军败退五十里, 方。 才稳住阵脚。 孙、曹两军多次交战, 各有胜负。 此时已到春天, 春雨绵绵, 军。 是在泥水中作战, 十分困苦。 曹操见孙权写来 罢兵停战的信, 便下令。 撤兵。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五, 担心荆州安全, 便向刘张借兵粮。 刘张。 只借老若兵四千, 米一万胡。 刘备大怒, 旁统献上, 中, 下三季, 公。 刘备选择, 刘备选了中季。 刘备写信给刘张假说要回荆州, 想借机杀了拂水官首江阳怀, 高。 呸。 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 便写了一封信函, 准备派人。 送给刘备。 此时哥哥张素来访, 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 张素时起官知。 便向刘张告发, 刘张杀了张松一家大小。 拂水官二江阳怀, 高配也正想沉积杀刘备。 在刘备提兵回拂水官。 十, 贾劳君之名, 到仗中要杀刘备, 结果反被官平, 刘锋斩杀。 刘备, 夺了拂水官。 刘张得知刘备夺了拂水官, 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官爱, 天兵守住宴。 猴之地落县。 刘备命黄中, 魏延除去落县外的两寨守军。 黄中, 魏延, 奋起厮杀, 将两寨攻下。 刘张派儿子刘巡集七旧无意守宪, 无意要放福江水淹刘备军马。 蜀中豪杰盆样将这事告诉了刘备, 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 张兵马。 庞统急于取下落城建功, 要刘备引军从大陆进攻, 自已引兵走小。 路。 正要出发时, 庞统被马掀于地下。 刘备便将自已做骑, 得鲁马。 换与他骑。 庞统引军到林中, 问之这里地名叫洛凤坡。 庞统心中怀疑, 传令。 稍歇。 正想退兵时, 竟被一阵乱建设死于落凤坡下。 拜军退回浮水关。 刘备得知庞统已死, 忘息痛哭不止。 自此刘备。 坚守不出, 只等官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诸葛亮。 孔明接到刘备的信, 便要关羽守荆州, 并留下, 北巨曹操, 东莲。 孙权, 八个字给关羽。 又令张飞领兵一万曲大陆沙奔八州, 赵云未先。 风, 引兵速江而上, 道洛晨与张飞会诗。 自己则带简庸, 蒋碗随后赶。 去。 张飞兵到八郡, 太守延延坚守不出, 想等张飞良静自退。 张飞左。 私又想, 有了计策, 便下令二更吃饭, 三更拔寨, 要假装绕过八郡。 延延的报, 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 不料张飞让一兵。 是假扮张飞, 押良草仙过, 她从后免杀来, 与颜颜占了十余回合, 活。 捉了颜颜。 颜颜视死如归, 张飞见颜颜老将气概昂昂, 不禁满心敬佩, 请颜。 颜上坐, 低头便败。 颜颜觉得张飞终止, 便投降了。 孔明曰刘备会失于洛城。 刘备便依黄中之言, 起兵攻打洛城, 反。 被蜀中名将张润设计突袭, 刘军大败。 刘备也被张润追上小路, 眼看。 危险在即, 姓的张飞, 严严解围救了刘备。 孔明与刘备, 张飞会合, 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 捉了张润。 张润。 致死不将, 孔明为全其名节, 便下令将他斩了。 法阵写信给刘张, 劝他投降。 刘张大怒, 撕了书信, 赶走了送信。 使者。 随即派七帝费官去守棉竹, 又依谋事之意, 遣黄泉到汉中向张。 鲁戒兵攻打刘备。 此时, 马超正在隆溪连破树城, 只有继承九宫不下。 四使维康剑。 援军不到, 便想投降马超, 参军扬父刘类劝阻。 维康还是开门投降。 马超入城后, 却认为维康是不得已投降, 便将他一家杀了。 令杨妇为参军。 杨妇借口去历城看姑母, 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 江旭。 不敢违抗母命, 引军来战马超。 马超领兵来攻打立成。 曹操派下侯渊领兵去原江旭, 马超抵挡部。 祝, 与庞德, 马带逃往汉中投校张鲁。 张鲁知道马超神勇, 想把女儿嫁给他, 大将杨伯劝阻, 马超于是。 憎恨杨伯, 恰好黄泉送刘彰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 马超便自告奋勇。 说要去攻打加盟官, 活捉刘备。 张鲁欣然同意。 取成都须先取棉竹。 守江李延很善于用兵, 孔明便用记江李延引。 入山谷, 李延走投无路, 投降了刘备, 李延又说服了另一手将肺关开。 陈投降了刘备。 棉竹岁为刘备所战。 刘备正要起兵攻取成都, 有人报马超来攻加盟官。 孔明对刘备说, 只有关羽可与马超一战, 此一激将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 孔明病。 派魏严同去。 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 便与刘备一同前往。 刚到加盟官, 张飞便与马超大战。 二人大战两百回合, 不分胜败。 便换马再战。 天黑后, 点上火把再战, 两人又战了百余回后, 谁也没有战到半点便宜。 第二天, 孔明到军中, 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 便设计命孙干。 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 杨松引孙甘见张鲁, 孙甘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 张鲁大喜, 派。 人令马超停战。 马超不听, 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 说马超有反心。 使马超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孔明遂命马超的故人李辉前往劝祥。 李辉用三寸不烂之舌, 说的。 马超回心转意, 斩了监军杨伯, 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刘备。 刘备大军进到成都, 刘张见大事已去, 开门投降, 刘备引军入城。 都, 百姓夹到欢迎。 刘备做了一周目。 关羽听说马超勇武, 叫关平送信给刘备, 他要入川与马超比个高。 D. 孔明回信给关羽说, 马超虽勇, 但绝不及将军的超群绝伦。 关羽见信哈哈大笑说, 还是孔明知道我的心事。 孙权见刘备已取得西川, 便将诸葛锦一家老小拿下, 让诸葛锦入。 川, 向弟弟诸葛亮讨海荆州, 已就加小。 孔明与诸葛锦一同见刘备。 孔明跪得请刘备还荆州, 但刘备不肯。 孔明哭求不止, 刘备只好说, 看在军师面上, 将长沙, 林林, 鬼。 杨三郡还与东吴。 诸葛锦心里高兴, 那里知道这其实是孔明的计策。 诸葛锦拿着刘备的书信, 找关羽交割三郡。 关羽早已接到孔明书。 信, 看了诸葛锦拿来的文书, 大怒说, 三郡都是大汉疆土, 为什么? 要给东吴。 江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我兄虽然阴允, 我却不能还。 诸葛锦无奈, 只好再次入川找孔明, 不料孔明出巡去了, 刘备劝。 诸葛锦先行回去。 诸葛锦回到江东, 向孙权报告经过。 孙权大怒, 问, 鲁肃该怎么办? 鲁肃便设了遗迹, 请关羽至路口赴宴, 如不答应海经。 周便杀了他。 关羽第二天过江赴宴, 鲁肃便安排刀斧手埋伏, 又令吕蒙, 甘宁领兵埋伏于岸边。 晌午时后, 关羽坐船来到对岸。 关羽与鲁肃入席饮酒, 关羽一手拿过周仓手里的大刀, 一手挽着。 鲁肃, 假装醉了说, 你今天请我喝酒, 何必提经周的事? 我醉了。 弄不好药伤情面。 改日请你到荆州来, 再做商议吧。 边说边扯着鲁, 肃往江边走去。 吕蒙, 甘宁想要出兵拦截, 又怕伤了鲁肃, 只好眼睁睁看着关羽。 登船回荆州去了。 孙权本想发兵攻打荆州, 但听说曹操又要南下打东。 吴, 只得先丢下荆州, 调兵去抵抗曹操。 曹操准备攻打东吴, 参军傅干上书建议, 先让军事体养生息, 呆。 时机成熟在出征。 于是曹操暂时取消攻打东吴的计划, 而新办学校。 教化民众。 县地见曹操权势越来越大, 害怕他篡位, 便与扶皇后密谋, 要扶。 皇后的父亲扶丸设法除掉曹操。 宦官暮顺愿冒死给浮丸送信。 曹操耳目众多, 得知消息便在营门口截住了暮顺, 曹操见暮顺经。 荒中将帽子戴反, 心里怀疑, 便从暮顺头发中搜出了浮丸给帝后的回。 信。 曹操于是将浮丸一家老小竞树杀死, 又收去扶皇后的应寿, 将扶。 后抓到堂前乱棒打死, 而扶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处死了。 建安二十年正月, 曹操请县帝将女儿曹贵人扶慰皇后, 县帝不敢。 反对, 曹贵人便成为正宫皇后。 曹操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消灭刘备, 孙权之士。 下侯敦提一先取汉。 中张鲁, 然后进取西川。 曹操赞同, 便兴师攻打汉中。 曹操移到阳平关, 见山市险峻, 地形复杂, 不敢轻易进军, 便宇。 张鲁不下手将阳昂相持五十余日, 九宫不下。 后曹操用计杀了阳昂。 这才将阳平关攻下, 再向南阵进兵。 曹军进攻南阵, 张鲁用马操就将庞德力保南阵。 曹操见庞德武艺。 操群, 非常喜欢, 便设计要收将庞德, 他令人贿赂杨松, 让杨松在张。 鲁面前说庞德的坏话, 使张鲁不信任庞德。 张鲁果然上当, 献庞德第二天的一仗打赢, 不然要按军法杀头。 曹操于势力马山头引诱庞德上山。 庞德见曹操在山头, 便纵马上山, 却跌入陷坑, 被活捉了。 金曹 曹操好言相劝, 庞德便投降了曹操。 曹操取得南阵后, 大军便向巴中压制, 张鲁走投无路, 被迫投降。 曹操封张鲁为阵南将军, 其他祥将也一一封关, 只有杨松被斩了。 从此, 汉中进归曹操。 主部司马懿和刘叶建议陈胜攻下西川, 曹操却叹口气说, 人就 怕不知足哪。 既然得了笼, 还望得数吗? 便决定按兵不动。 孔明卫防曹操攻西川, 请刘备解好东吴, 先将江夏, 长沙, 贵阳。 三郡海东吴, 呆取了汉中后, 在海荆州全土, 但东吴应以起兵攻打河。 肥味报。 刘备听后身未赞许, 便派一级前往东吴。 一级见了孙权, 呈上书信礼物, 再说联合抗曹的益处。 孙权见曹。 操在汉中, 是夺取合肥的良机。 于是允诺与刘备解好, 即日发兵攻打。 合肥。 孙权其开得胜, 攻下晚城。 便徽军攻打合肥, 合肥守将张辽律权。 陈兵是, 与乐靖, 礼典三面加攻吴军。 吴军大败逍遥金。 孙权纵马奔。 过断桥, 方才脱险。 孙权收拾残兵, 回到如虚, 便整顿兵马, 船只准备再攻合肥。 张。 辽则派人到汉中搬救兵。 曹操见西川一时还无法攻下, 便拔寨南下解。 合肥之困。 东吴大将甘宁见曹军出道, 便带百人前往捷营。 甘宁先以酒肉款。 呆士兵, 令其誓死拼命。 当晚二更, 便杀入曹营, 在曹营里左冲右突。 使曹军下破了胆。 第二天, 张辽领大军向吴国挑战, 双方大战于江岸。 孙权冲入敌。 正, 被曹军包围。 正在围急时, 吴将周泰三次杀入重围, 身中数枪后。 终于救出了孙权。 孙权为感谢周泰舍身相救, 便设宴款贷, 亲自给他针灸。 孙权流。 哲泪说, 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前来相救, 我应当像亲人一样来对待你。 又让周泰解开衣服, 给将士们看, 每属一处伤口便进周泰一杯酒。 将士们看得十分感动。 孙权与曹操打了一个月, 人不分胜负, 为免损失将士兵力, 便向曹操求和。 曹操见江东水军厉害, 一时无法打过江去, 也顺水推舟。 答应了孙权的要求, 领军回许都去了。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 县帝接受群臣表奏, 策立曹操为卫王。 曹操 三次上书相辞, 均被皇帝挡回。 曹操二子曹丕, 见父亲享立帝曹职位接班人, 便问济于贾许。 曹 曹操每次出征时, 曹操总会赴师赞扬父亲, 于是贾许献祭让曹丕爬在地。 上痛哭拜别。 时间久了, 曹操认为曹丕新臣, 便决定立曹丕为接班人。 不久, 有消息传来说东吴鲁肃病死, 张飞、 马超领兵攻打汉中。 曹操辩律大军, 载入汉中。 建安二十三年正月, 耿记、 为晃、 金一和吉平的儿子吉渺、 吉姆。 煞血未盟, 发誓要除曹操。 并约定各代家将于正月十五日二更起事。 玉陵军总督王毕是金一的好朋友, 喜欢喝酒。 正月十五日夜, 金一臣王毕去喝酒时前入后迎放火。 耿记, 为晃剑火领兵杀来, 一时火。 光四起。 王毕中剑逃往曹修家。 曹修急忙领兵杀出。 下侯敦也领兵从城外。 杀入, 直到天明才将乱世平息。 金一, 为晃等吴家老小全被捕杀。 耿。 记临死大叫, 曹阿满, 我生不能杀你, 死后做鬼也要杀你。 下侯敦将宫中百官押往叶俊, 听后曹操发落。 曹操让人在叫场之。 上插红白二根旗杆, 就过火地站在红旗下, 为救火地站白旗下。 随后, 便将站立在红旗下的人全部杀死了, 说他们救火是假的, 实际上是要 帮助作乱的人。 曹洪领兵到汉中, 剑马超守在寨中不出, 怕有阴谋, 不敢轻率进。 入, 大将张和到巴西攻张飞, 曹洪怕有疏失, 便让张和立了军令状, 才放他去了。 张飞得知张和领兵杀来, 命雷同颖兵先埋伏于郎中山里, 自己则, 带兵迎战张和。 张和在郎中父辈受敌, 便逃进山上荡渠债坚守。 张飞在山前扎债, 每日找张和挑战, 张和坚守不出。 张飞便中日, 在帐中饮酒, 喝了酒就骂赈。 张和也在山上对骂, 但始终不出战。 刘备听说张飞天天饮酒, 怕张飞饮酒误事。 孔明知道张飞用意, 派人再送许多好酒到前线, 刘备反对, 孔明点明说, 这是张飞得破。 敌之计纳。 刘备便令魏严将好酒送往军前。 张飞让魏严, 雷同领兵埋伏于帐外, 自已人坐在帐下饮酒, 并让 两个兵士在帐前对打住信。 张和从山上看见, 以为张飞已松于军防。 便传令士兵准备夜晚结寨。 当天夜里, 张和引兵杀入张飞迎寨见张飞正在灯下读书举枪。 便刺, 不料尽是各草人, 心想重计, 正要勒马返回时, 已被张飞劫住。 去路。 又见山上寨子欺货, 知道反被张飞劫了债, 张和遂拼死杀出众。 为领残兵逃往瓦口关。 张飞与魏严奋兵袭取瓦口关, 张和剑把守不住, 逃回去见曹洪。 曹洪遇案军法斩张和。 众将求情, 曹洪便令张和领兵去攻打加盟官。 以便迁至赎军, 将攻赎罪。 孔明的报张和来犯加盟官, 欲调张飞迎敌, 老将黄忠不服, 一定。 要去斩了张和。 孔明便令老将严严同去遇敌。 黄忠, 严严利用张和七他们年老的心理, 反而连拜张和, 夺了天。 荡山粮草。 刘备的报, 臣氏领大兵取汉中。 黄忠又自告奋勇去定军山。 战下侯渊, 孔明让法阵前去相助。 曹操得知刘备领兵取汉中, 清领四十万大军征讨。 兵竟同关到蓝田, 见明是蔡雍的庄园, 想起往事, 感到伤心。 当 年蔡雍被曹操杀死, 女儿蔡眼曾坐, 胡家十八拍, 乐曲传入中原, 后。 来曹操派人用重金把他从塞外赎回来, 让董四与他结婚, 从此蔡眼长。 住在蓝田。 曹操停马进庄, 蔡眼连忙出营。 曹操见墙壁上挂了一幅文图, 便 询问来历, 蔡眼说那是十三岁的 韩丹淳所作的曹娥碑。 背后八字题词。 是他父亲所作, 皇眷幼妇, 外孙姬九。 曹操问其含义, 蔡眼不知。 再问手下谋事, 众人也连连摇头。 主步杨修说他知道意思。 曹操要他先别说, 让自己再想想。 上马。 行约三十里, 忽然醒悟, 让杨修说出解答。 杨修说是, 绝妙好词, 的。 意思。 曹操很吃惊, 说杨修和他想的一样, 众将都觉得杨修才是敏捷。 夏侯渊一直守着定军山不战。 曹操来后下令出战, 刚一交战, 曹。 江夏侯上便被黄中活捉。 夏侯渊冲入阵中, 也捉了淑江城市。 第二天, 双方交换了俘虏。 从此, 夏侯渊只守不战。 坚军法阵设计夺下定军山对面的西山。 夏侯渊见从西山可窥的曹。 赢得虚实, 也想夺回西山。 黄中以义待劳, 等到夏侯渊军队疲倦食材。 猛冲下山, 夏侯渊措手不及, 被黄中一刀砍死于马下, 城市夺了定军。 山。 曹操清领二十万大军, 前来为夏侯渊报仇, 令张和仙将米苍山屯。 粮斑往汉水北山下。 孔明得知, 命黄中, 赵云烧掉曹军粮草。 黄中。 赵云争着前去, 两人便抽签来决定, 最后被黄中抽中。 当晚, 黄中与副将张哲领兵到汉水北面山下, 不料曹军早有防备。 将黄中包围。 赵云等到中午人不见黄中回来, 便引兵接应, 杀劲敌。 迎, 连斩无数敌人, 方才就回黄中与张哲。 曹操大怒, 亲自领军追赶赵云, 赵云让公奴守在寨外毫里埋伏。 将营内枪齐一律放到, 打开门寨。 自已则单枪匹马立于寨外。 曹操催。 促将士直扑鼠营, 赵云把枪一招, 公奴骑射, 赵云领兵冲出, 曹军打。 败, 两草尽丢。 曹操又派徐晃卫先锋, 蜀人王平为副将, 从邪谷小路来取汗水。 徐晃不听王平之言, 渡汗水扎营, 结果兵败, 王平投降赵云。 曹操打。 怒, 又统帅大军来征汗水, 与蜀军隔水扎寨。 孔明让赵云领五百军事埋伏在土山上, 每夜几股鸣炮, 弄得曹操。 整夜不能睡觉, 只好撤军三十里。 孔明便要刘备领兵过江, 被江扎寨。 刘备心中不明白。 孔明说, 曹操虽知兵法, 但不懂诡计。 第二天, 曹操见刘备被水扎寨, 便领军挑衅, 点名要刘备说话。 两人互相责骂, 于是各自率军激烈厮杀。 蜀军不敌, 刘备沿江败逃, 军弃马匹, 丢满道上。 曹军见了, 指。 关键时, 曹操怀疑有阴谋, 即令退军。 曹军刚回头退去, 孔明便挥其追击, 顿时, 几路大军一起杀去。 曹军大败而逃。 刘备军队一直追到南镇, 曹操见南镇臣已被张飞, 为严攻下, 便退守扬平官, 刘备问孔明, 曹军为什么败得这么快? 孔明说, 曹操。 为人多疑, 虽能用兵, 但多疑者打仗必败, 故我以宜兵胜他。 曹操逃到阳平官, 蜀军追到官下, 为臣放火, 击鼓呐喊, 曹操惊。 慌, 气官逃走, 赵云, 黄忠则紧紧追击。 曹操被追到斜鼓, 借口, 四子曹张领兵前来相救, 曹操方才收兵渣。 淫于邪谷借口。 曹操正未进兵, 还是退兵之事, 心中犹豫不决。 侍从送上鸡汤, 碗中。 有鸡汤。 有鸡汤。 这时, 夏侯敦问夜间口令, 曹操随口回答, 鸡汤, 鸡汤。 杨修得知口令为鸡汤, 便叫军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 夏侯敦问尾。 什么, 杨修说, 鸡汤要使无肉, 要扔又可惜, 为王必会撤兵。 话。 一传出, 军事纷纷收拾行囊。 曹操心乱不能睡, 出仗见军事收拾行囊, 问夏侯敦是何原因, 夏侯敦告知杨修所言, 曹操见杨修太聪明。 常以裁犯他, 便以祸乱军心。 知罪, 将杨修杀了。 杀了杨修, 曹操再次进兵, 马超却在此时劫了曹营, 曹操拔剑战。 在高楚都军, 被魏延一剑射掉了两颗门牙, 姓得庞德搭救, 才得回到 营寨。 曹操不敢再战, 撤兵回许都。 刘备得了汉中, 文武官员请刘备做皇帝, 但刘备不肯, 孔明说, 主公以异魏本, 今有京, 乡, 两川之地, 可暂时为汉中王。 最后, 方才同意做汉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 刘备在缅阳登坛受败为汉中王, 儿子刘禅。 为王世子, 许敬为太父, 法政为上书令, 诸葛亮为军师。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儿大怒, 准备律全国兵力去讨伐。 司马 一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 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在取汉中。 曹操认为可行, 便派满宠前往东吴。 孙权皆曹操书信, 与谋事商议。 诸葛锦说, 听说关羽有一女儿。 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 他若答应, 就与他合力破曹, 他若不答应, 就与曹合力取荆州。 孙权同意。 关羽向来轻视孙权, 当诸葛锦提出求婚之事, 马上变了脸色说, 住嘴! 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 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 早就斩了你。 说完便让人把诸葛锦赶出了门。 孙权大怒, 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 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 东吴从水路夺荆州。 刘备得知曹, 孙联合攻荆州, 问济于孔明, 孔明说, 让关羽起。 兵先取凡臣, 敌军在胆寒之鱼, 自会瓦解。 刘备令前部司马被侍卫。 使, 携带赵命到荆州见关羽。 关羽出城迎接废师, 关羽对黄中被封为五湖将之一, 深感不满。 废师反复劝导, 关羽才败受了应授。 关羽欲起兵弓打凡臣, 便令傅士人, 弥方为先锋, 先行领军扎鱼。 荆州城外, 不料二人饮酒失火, 将兵器, 粮食全都烧毁了。 关羽要斩。 二人, 被废师劝住了, 便各达四十棍, 撤去先锋职位。 关羽用计夺了襄阳, 曹军退守凡臣。 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 荆州, 要关羽用赵类守荆州, 关羽明知王府有礼, 但仍用好力而多计。 德潘逊驻守荆州。 曹操得知襄阳已失, 凡臣告急, 便派于进前去解围。 庞德自告愤。 勇当先锋, 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 担心他有私心, 庞德爬在。 地上叩头, 血流满脸, 曹操才同意了。 庞德回家后, 让人做了一口棺材, 扬言要与关羽决议死战。 并领。 军队台关随行, 明罗几鼓往樊城去了。 关羽之庞德抬关前来决战, 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 第一天, 两人。 立战百余回合不见高下。 四日, 庞德用拖刀寄诱关羽, 关羽不以为意。 中了庞德的案件。 庞德见关羽受剑伤, 便请于静城圣禁军。 于静怕庞德立功, 返疆。 大军撤离凡城十里外, 依山驻扎, 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 让 他无法出兵。 关羽伤好之后, 领人查看于静的阵营, 见曹军在一处名为增口川。 得山谷里扎营, 便定下水淹之计。 接连下了几天雨后, 关羽下令将荆州兵马移往高地, 再暴雨之夜。 绝香江之堤放水。 曹军静淹在水中于静投降, 庞德被舟仓活捉。 庞德见到关羽, 关羽劝他投降, 庞德誓死不将, 骂不绝口, 惹得。 关羽大怒, 下令斩了庞德。 关羽趁水势上位退去, 领大小将校在上站。 船, 向凡臣大举进攻。 凡臣守将曹仁, 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 坚守不出。 曹仁在敌楼。 上剑关羽身上只披眼心甲, 斜坦着绿袍, 乃及令五百公弩手放剑, 关。 羽又必中了一剑, 翻身落马。 剑头有毒, 关羽又必轻肿, 不能活动。 众将劝关羽先回荆州疗伤。 关羽不肯, 坚持要攻下凡城。 关羽带伤与马良下棋, 以安众人之心。 明依华陀得知关羽受伤。 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 要为关羽刮去骨毒。 华陀要将关羽戈备绑在铁环内固定, 然后再做手术, 关羽却将割。 毕生给华陀, 一边与马良下棋, 一边让华陀刮骨, 人和往常一样谈笑。 华陀说, 我做了仪式的医生, 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 关羽斩旁得, 卓瑜敬, 曹操大惊, 便想要迁都。 司马懿上书劝曹。 操派人去东吴, 让东吴派兵攻荆州, 这样凡城的围便自然解了。 曹操, 一纪派徐晃领兵前往阳陵坡, 已与东吴相互呼应。 孙权接获曹操书信, 欣然答应公取荆州, 便将取荆州的任务交给。 大将吕蒙, 吕蒙到路口, 探子报告说岩浆都有风火台, 荆州军马也有所防备。 吕蒙闷闷闷不乐, 便躺下称病不出。 孙策便派女婿陆迅去看他, 陆迅。 知道吕蒙无病, 却劝他装病辞职。 孙权一记照吕蒙网建业养病, 于是攻打荆州之势, 便让年轻的陆迅接替。 陆迅故意派人送信给关羽, 信中对关羽大肆吹捧。 关羽从此, 松懈了对荆州的防备, 并将荆州的兵力调往返城。 孙权得知荆州防务空虚, 便拜吕蒙为大都督起兵攻荆州。 吕蒙将, 战船卫装成商船, 精兵扮成商人, 骗过烽火台的守兵。 当夜二更船内, 精兵杀上岸来, 占了烽火台, 拿下了荆州。 公安守江傅士人见荆州已施, 又对施火之事对关羽怀恨在心, 便到荆州投降了。 孙权要他去南郡劝说弥方, 最后弥方也投降了。 屯兵于杨陵坡的曹江徐晃得知东吴攻下了荆州, 也出其兵攻下了。 衍城, 四种。 关平兵败, 逃回大寨告诉关羽, 荆州已施, 关羽却不香。 醒。 徐晃兵到关羽寨前, 关羽建商为好, 仍亲自出阵与徐晃大战八十。 于回合。 曹仁也因曹操领兵前来相助, 便杀出凡臣、徐、 曹两下夹击。 关羽不敌败走。 关羽引兵渡过湘江, 探马报说荆州失陷, 又说公安, 南郡守江头。 敌。 关羽大怒。 昏厥余地。 待关羽醒来, 便依赵类之见, 一面派人往。 成都求救, 一面去夺回荆州, 以为安身之地。 曹操见凡臣已无危险, 便不再追击, 反而观看东吴与关羽交战。 此时, 徐晃领兵来见, 曹操因他杀的关羽弃债而逃, 亲自出债迎接。 并封他为南平将军, 驻守襄阳。 关羽行至荆州, 正在进退无路时, 得知吕蒙用计来瓦解他的军心。 许多将士半路而逃。 便愤恨地说, 我身不能杀吕蒙, 死了也要杀。 了他。 关羽率军继续向荆州前进, 一路与吴军不断战斗。 走到一个山谷, 被吴军四面包围。 关羽见军心已乱, 劝关羽到麦城铸扎, 让廖化道。 上拥向刘峰, 孟达处求援。 刘峰听了廖化哭诉后, 想前去解救关羽, 但孟达却尽说关羽的事。 非, 使刘峰一改初中, 不愿出兵援救。 廖化见哭诉无用, 便往成都去。 了。 关羽身临绝境, 东吴便差诸葛景前来劝详, 但关羽却不畏所动。 说, 若成破, 最多一死而已。 欲可遂而不可改其白, 主可分而不可。 会其劫。 我身虽死, 却可名垂丹青。 先生不必多说, 我要与孙权决一。 死战。 诸葛景在三劝右, 最后仍然无功而还。 诸葛景回报孙权, 吕蒙说他已有计策擒拿关羽, 便让诸然埋伏在。 麦城以北, 潘章引兵埋伏在邻居。 又令将士三面攻打麦城, 指控北门。 官羽不愿团。 官羽不愿困死麦城, 却从小路突围前往西川。 王府劝他走大路。 官羽说就是有埋伏, 他也不怕。 王府见他不听, 便与官羽哭别。 官羽绿官平等二百余旗, 从麦城北门冲出。 走没多远, 玉珠然伏。 兵四面沙来, 官羽逃往邻居。 行到绝食地方, 潘章引伏兵节路, 将关。 羽等人用半马锁半岛, 官羽被马中捉了。 孙权爱官羽才得, 劝他投降, 官羽两眼圆针, 立身大骂。 孙权考。 绿梁久之后, 才叫人将官羽父子推出斩首。 吕蒙设计害了官羽, 便决心神不宁。 一天, 孙权为他庆功, 他惊。 神师常自称官羽, 要杀吕蒙报仇, 喧闹一阵后, 便倒地而死。 张昭向孙权献转获之际。 孙权便依既把官羽的首级送与曹操。 曹。 曹明白孙权的用心, 便将官羽的首级配上城乡木深区, 用王侯之礼安。 葬了。 官羽父子被害的消息传到成都, 刘备大叫一声, 昏倒在地。 刘备从此不吃不喝, 每天只是痛哭不止, 连眼睛都哭出血来, 发。 是要引兵为官羽报仇。 刘备在成都南门外 亲自主持招魂祭奠, 中日豪。 哭不止。 曹操自从葬了官公后, 每夜合眼便见官公。 曹操惊吓恐惧, 整日。 头痛难忍。 华陀为他整治, 说要用力斧砍开脑袋取出风险, 才可除根。 曹操疑心是华陀要害他, 下令把华陀关进监狱。 有疑信吴的押狱每天用酒食照顾华陀。 华陀知道曹操必杀他。 便 把他写的青囊书送给了吴鸦玉。 华陀死后, 吴鸦玉买口棺材埋葬。 乐华陀 吴鸦玉的七勒尽将青囊书烧了, 吴鸦玉只抢出两页尚未烧尽 的书稿。 华陀的医术从此诗传。 曹操因凡悠无, 属之事, 抑郁沉疾, 病情日益严重, 此时孙权上。 书劝他做皇帝。 曹操说, 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火炉上烤呢? 曹操自知来日不多, 便照曹鸿, 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世说, 我的四个儿子中, 四子曹张勇而无谋, 三子曹直华而不识, 又子曹雄体。 若多病, 只有张子曹批可以继承大业, 你们定要好好扶住他。 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名乡, 分送给自己的姬妾, 要他们今后请习珍。 县, 多做袖鞋, 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已。 又命人造了七十二座甲陵墓。 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 以免后人到绝他的墓。 建安二十五年春真月, 曹操身亡, 享年六十六岁。 重官用金官营。 果将曹操葬于叶骏, 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 曹操痛哭不已。 曹操遂继位未亡。 一日正在大牌宴席庆贺, 有人来报曹操赐子曹。 张领十万大军道。 曹操身知曹张姓最刚烈, 身通武艺, 心中非常惊慌。 建议大夫贾奎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张把兵。 曹张果然被说服, 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 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 曹丕仍让曹张回到燕陵。 曹丕改建安二十五年为严康元年。 向国华兴对曹丕敬言, 说林姿侯曹直, 善怀侯曹雄尽不奔丧, 礼。 应问罪。 曹雄心里害怕, 便自意身亡了。 曹丕的问罪使者到了林姿, 曹直正与丁氏兄弟饮酒。 丁氏兄弟数。 说曹丕的是非, 说到曹直气愤至极, 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出。 使者回报, 曹丕大怒, 令许主把曹直与丁氏兄弟捉来, 将丁氏兄。 地斩首, 曹直则关进了监狱。 曹丕的母亲便是, 正为曹雄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 又听说曹丕将。 曹直捉来了, 慌忙从后宫走出, 替曹直说情。 曹丕说, 我只是要教。 欲教育曹直, 不会害他。 曹丕让曹直在七步之内迎出一首诗, 不成便要杀了他。 曹直在七, 不之内果然成诗一首, 众人都惊叹曹直的才华。 曹丕又以, 兄弟, 为题, 要曹直作诗, 曹直随口迎出, 主斗然。 斗其, 斗在府中气, 本是同根深, 相间和太极。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 不杀曹直, 只将他贬为安乡侯。 刘备决心伐吾, 替关羽报仇。 料话哭败于的, 请刘备先杀刘锋。 梦达。 孔明建议, 先将二人分开, 然后再一一捉拿。 刘备遣使传令, 调刘锋守棉竹。 梦达知道刘备要杀他, 便连夜头。 靠卫王曹丕去了。 孔明令刘锋领兵五万去捉梦达。 梦达有徐晃, 下侯尚帮助, 刘锋。 战败, 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 从此曹丕作威作福, 更胜于曹操。 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 举绿统三十万大军, 寻衅故乡桥县。 乡中父老破于曹丕威势, 不得。 不全乡出洞迎接, 现酒进贡。 华兴, 贾许, 礼服等早想请曹丕当皇帝, 便以瑞兆出县为由, 请。 县帝让位。 县帝大哭着往后殿去了。 第二天, 大臣请县帝去大殿再意让位一事, 县帝不敢去。 曹红。 曹修代剑来请。 曹皇后大怒, 大骂哥哥曹丕乱腻不忠。 县帝到殿上, 华兴等一再相逼, 县帝要退入后殿。 华兴竟扯住龙。 刨大声动喝。 县帝建卫兵挺枪五刀, 为保性命, 指得申言退位。 县帝指得令臣群起草禅国诏书, 派华兴送到魏王府。 曹丕案司马。 义的建言, 两次上表签词, 以绝天下议论。 华兴又让县帝下赵住一寿禅台, 聚集公卿百官, 说明禅位。 县帝 只有依依照办。 让位那天, 县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 曹丕改年号位。 皇初元年。 封县帝为山阳宫, 当天便将县帝赶出了都城。 不久, 派人, 独杀了县帝。 曹丕称帝的事传到了成都, 刘备得知汉县帝遇害, 大哭不已, 下。 令百官挂校祭奠。 刘备从此病倒, 政务权交给孔明一人处理。 孔明与许静商议, 上表请刘备做皇帝, 以继承汉家事业。 刘备不 肯, 孔明便脱病不出。 刘备去探望孔明, 孔明为刘备分析不肯为帝的后果, 刘备听了才 同意为帝。 孔明命人在成都祝坛, 刘备登坛祭天, 孔明率众官臣上玉玺, 百。 官齐呼万岁。 刘备立流禅为太子, 诸葛亮为丞相, 许敬为司徒, 改年。 好为张五元年。 刘备称帝后便要新兵公无畏官与报仇。 赵云劝刘备以天下为重部。 要出兵, 刘备不听, 派人向武夕借翻兵。 诸葛亮律百官苦苦相劝, 刘备心中才有所动摇, 张飞却从郎中赶。 来, 哭着要刘备为官与报仇, 刘备听了张飞的话, 决心起兵。 张飞回到郎中, 献三日内全军白旗白甲, 挂孝伐五。 部将范江。 张达请求宽限时间, 张飞不听, 下令鞭打两人, 并严厉斥责若要再为。 了其献便要杀头。 范江, 张达二人因此怀恨在心。 事业, 二人进入张飞帐内, 见张。 飞酒醉未醒, 杀了张飞, 连夜头东吾去了。 刘备这时已引兵行于道中, 得知张飞遇害, 哭昏在地。 第二天, 张飞的儿子张包, 关羽的儿子关心来见刘备, 刘备抱住。 两个侄子痛哭。 众将见刘备终日豪哭, 便向影视李懿问吉凶。 李懿画兵器图四十。 于章, 画完后立即撕碎, 又画一人仰卧地上, 旁边一人正绝土准备埋。 藏, 旁边写了一个, 白, 字, 画完便走了。 刘备看过之后心里非常不高兴, 将画烧了, 然后继续领军前行。 孙权听刘备引七十万水陆大军前来报仇, 急忙召集中江商量对策。 诸葛景自愿前去和刘备谈和停战。 诸葛景见到刘备, 表示愿归还荆州, 并送还孙夫人, 刘备还是不。 愿就此罢休。 孙权见刘备不肯罢兵, 又派赵兹去见曹丕, 让曹丕出兵攻汉中。 帮助东吴解围。 曹丕问赵兹问题, 赵兹对答如流。 曹丕见赵兹有口才, 有礼节。 直夸赞赵兹不辱军命。 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加九兮。 但既不帮助吴, 也不帮助蜀, 听任。 两家交兵。 等一国被灭后, 再出兵除掉另一国, 以作收于翁之力。 曹丕使节行征到东吴, 故拥劝孙权不要受曹丕的封赐, 可自封上。 将军, 九州伯。 孙权不听。 刘备起兵攻打一兜, 张包茅刺吴将谢金, 活捉催雨, 关心刀劈里。 亦, 活捉弹雄。 关心, 张包又于当夜偷袭无营, 孙恒大败, 逃往夷临城。 朱然岭。 水兵退六十里。 孙权之兵败, 命韩当等老将领兵十万去迎战蜀军。 刘备这时以抵。 达夷林, 扎寨四十座, 连营七百余里, 身世颇为浩大。 黄中不服老, 上阵杀敌先胜了一阵, 第二天又去挑战, 中了无兵。 埋伏, 被马中一箭射中, 回营死了。 刘备得知黄中战死, 清领御林军出战。 张包刺死下巡, 关心刀劈。 周平。 吴军大败。 甘宁此时正在船中养病, 听说蜀兵追来, 上马迎战, 被翻亡沙魔。 柯一箭射中头颅, 死于树下。 关心在阵中寻见了杀父仇人潘章, 一路追到一山谷中。 当时天色。 一晚, 不见潘章踪影, 关心便投诉在一村庄。 没想到三根天石, 潘章。 竟也到同一个村庄投诉, 关心见了, 大刀一批, 将潘章斩于地上, 报。 了杀父之仇。 父仕人, 弥方见刘备是大便杀了马中头奔刘备。 刘备将马中的头, 既在关羽灵位前, 又将父仕人, 弥方二人刀寡计灵。 孙权见鼠君锐不可挡, 便将张飞守及和范江, 张达送还刘备, 请。 求刘备停战。 刘备将范, 张二人刀寡于张飞临前, 却不愿停战。 东吴接连战败, 孙权大惊。 大将看则向孙权推荐陆逊, 领兵抵抗。 刘备。 张昭, 雇佣见陆逊指示一名若冠书生便坚决反对。 看则以全家性命作保, 再见陆逊, 孙权下决心用陆逊。 祝谈败陆。 逊位大都督, 又正熙将军, 赐上方宝剑, 遇事可先斩后奏。 陆逊领兵到亭前线。 老将周太, 含当不服, 请陆逊发兵救孙桓。 陆逊说, 破属后孙桓之为自然解除。 并下令各将坚守不战。 种。 人情愿决意死战, 不愿死守, 陆逊立声说, 谁敢不听, 定战不饶。 刘备听说陆逊就是定计取荆州的人, 便要领兵去战。 马良劝刘备。 不可轻敌。 刘备小看陆逊, 领军攻打各处关口。 蜀军天天叫骂, 吴军坚守不战。 天气炎热, 刘备便令人将迎债宜。 入陵中应凉处。 马良对以兵树陵中不大放心, 便对刘备说, 丞相已到东川, 和。 不将移营的地方画成了图本请丞相过目。 刘备说, 那你就画了图。 本去问问丞相吧。 马良领命诉去。 刘备让吴搬到关前诱敌, 军事赤身裸体握于阵前。 吴将徐胜, 丁。 奉要求出展。 陆逊不准, 说这是诱敌之计, 三日后可见分晓。 三日后陆逊领重将到关上观望, 见吴搬兵已离去, 刘备扶兵走出。 骨口, 重将才心服口服。 刘备又让水军顺江而下, 在东吴境内沿江渣窄。 皇权认为不妥便。 向刘备敬见, 刘备不以为然。 魏国探子将刘备屯兵正途回报曹丕, 曹丕看后大笑说, 刘备必将大败。 又说陆逊必定领兵取西川, 为国可称东吴国中空虚之时宫。 打东吴, 便令曹人领义军去如虚, 曹修去洞口, 曹征去南郡, 四季进。 攻东吴, 马良将图本送给孔明, 孔明看后大惊, 问, 这是谁的主意, 可 先斩此人的头。 马良说是主公刘备自已的主意。 孔明只得令马良诉 回见刘备, 教他令移营地。 又告诉马良, 主公若是兵败, 可去白帝城。 躲避 陆迅见时机成熟, 便典将出兵, 陆迅不用老将韩当, 周太, 灵统。 却指点末将纯于丹, 并让徐胜, 丁凤领兵在寨外武力处救援。 纯于丹去攻蜀军第四营大败而回。 陆迅并不怪罪, 又令诸然用船。 装茅草, 从水路进攻蜀军。 令周太, 韩当各隐义军去蜀营放火, 等到。 蜀营大火一起, 其他众将不分昼夜追击蜀军, 一直到捉了刘备才准回。 营 出更时分, 东南风大起, 蜀营到处欺货, 蜀军自相践踏, 死伤无。 蜀 刘备见吴军杀来, 慌忙上马。 丁凤, 徐胜领军两路夹击刘备, 晚。 分为疾之时, 张包杀来, 保护刘备逃往马安山。 刘备往马安山逃去, 陆迅引大军紧紧追赶。 朱燃又从江岸领兵结。 住去路, 刘备大叫, 我将死于此的了。 此时赵云从江州杀来, 依。 枪刺死了朱燃, 保护刘备及剩下的百余将士奔往白帝城, 蜀军大败。 陆迅追到魁关附近, 见地形复杂, 怀疑有伏兵, 忙叫三军暂退。 陆迅找人疑问, 才知此的教育副谱。 听说在诸葛亮入川时, 曾在此的。 的沙滩上布下石牌阵, 可比十万雄兵。 陆迅在半信半疑之下, 领时于骑兵去探看石阵, 刚走入阵中, 突然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遮天盖地, 陆迅等急欲回马, 却困在阵中无。 陆客出。 陆迅正找不到出口, 忽然看见一老人走来, 将他引出石阵, 陆迅。 盲问, 长者何人? 老人说他即是诸葛亮的岳父皇陈彦。 见将军县。 于阵中, 于心不忍, 便前来引将军等出阵。 陆迅感叹地说, 孔明果是真正的卧龙, 自已实在无法相比哪。 部将们趁盛还要再追刘备, 陆迅说曹兵会趁国中兵需攻打东吴, 于 试下令撤兵回东吴。 果然, 退兵还不到两日, 卫兵及分三路杀到。 曹批亲自上前线督战, 但见曹仁被吴江珠环打败, 曹真被陆迅打。 败, 曹修被吕范打败, 卫军大错, 再加上江南镇流行瘟疫, 兵士, 马, 匹病死者众。 为了怕再损失将士, 便撤兵回去了。 刘备遭兵败之后, 忧郁成病, 自知不久于人士, 便下令驻扎在白。 帝臣, 并召孔明, 李延来, 托付身后之事。 孔明漏夜从成都赶到白帝城, 刘备叫孔明坐在身边, 见马良的地。 帝马素在旁边先叫他出去, 再告诉孔明, 马素这个人言过其实, 不可重用。 刘备写了一照, 哭着握住孔明的手说, 如果刘缠上有可谓, 你便辅助他, 若是不成才, 你可自立为成都之主。 孔明听完, 浑身有如真刺一般, 气败于的, 叩头流血表示, 臣一定竭力尽忠, 致死方。 休。 刘备又对儿子刘勇, 刘李说, 我死了以后, 你们兄弟三人, 对。 丞相要像父亲一样, 不可怠慢。 命二子同拜孔明。 刘备又对赵云说, 你看在与我的交情上, 早晚看顾我的儿子。 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交代。 赵云哭着拜别说, 臣不敢不孝全马之劳。 张五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备死于白帝城, 享年六十三岁。 诸葛亮帅重官将刘备的灵鹫运回成都, 宣读遗诏。 太子刘禅即位。 改年号建兴。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 便用司马懿的计谋, 联络辽东的鲜卑, 南蛮。 何孙权, 命曹真为大都督, 起五路兵法属。 刘缠的报, 赵孔明一事, 陈相府的人说孔明有并无法出门。 刘缠, 又令大臣董允, 杜琼到陈相府上拜见, 也被挡在门外。 孔明连日不出, 大臣们都慌了。 杜琼奏请刘缠亲自前往陈相府问。 即, 刘缠只好亲自去见孔明。 孔明劝刘缠不要担心, 他正在家中策划退敌的计策, 现已退去寺。 陈兵了, 只有孙权这一路, 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 刘缠这一听便放心了。 孔明送刘缠出府时, 见户部上书邓芝即有。 口才, 有见解, 便奏报刘缠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 向陈迅求计。 陆迅建议先是其他级。 陆兵马的情况在定。 孙权正要召集中将在义公署之事, 仁报署使邓之道。 张昭提议, 驾一口油锅下下他, 看他如何应对。 邓芝见吴兵驾油锅迎他, 大笑吴王吴气量, 并要跳油锅以表示绝。 心。 孙权才将邓芝请入, 以上兵对待。 孙权被邓芝说服, 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 刘禅依孔明的意见, 对张温真心相待。 蜀国名士情蜜见张温傲慢, 变成九庄最闯席, 与张温辩论。 张温, 此穷里屈, 才知蜀国人才众多, 不可小看。 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连。 何抗曹 曹丕建吴, 蜀联何抗位, 欲先下守卫强, 清律三十万大军水陆并。 静, 攻打吴国。 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 请蜀国发兵相助, 一面令徐。 胜律大军迎敌。 卫兵直抵长江, 曹丕坐在龙舟中, 遥望江南, 却不见一人, 心里 大感疑惑。 第二天早上再看, 却见江南迎债秘秘层层, 刀枪向树林一。 班, 一连几百里。 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社的假成假兵, 心下未知胆。 且, 这时探马来报说, 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 曹丕急忙传令回军。 徐胜令军士将将边鲁尾灌油点火, 火成风势, 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 曹丕忙下船登岸, 又遇丁凤, 孙少领兵杀来, 卫兵大败, 退回则。 兜。 张辽被丁凤一箭射中腰部, 回许兜后便死了。 渐兴三年, 渐宁太守雍凯勾结蛮旺梦或造反, 边疆战火不断。 孔。 明报告后主流禅, 决定清律大军征讨。 蜀军大举南针, 孔明用计挑拨离箭, 使高定杀了雍凯, 朱包、提。 这两人守吉来将, 永昌之为遂解。 太守王抗迎孔明入城, 守将吕凯线。 上, 平满纸掌图, 孔明大喜, 以吕凯卫向导官, 深入满井。 正代出。 兵, 呼报天子差使者前来靠军, 乃为马素。 孔明问马素怎样才能平定南蛮造反。 马素说蛮人反复无常, 必须。 令其心服才行。 孔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孔明大败南蛮的三栋元帅后, 又布下伏兵, 让王平, 官所有敌。 二人假装战败, 引南蛮望孟霍入峡谷, 再由张仪, 张义两路追赶, 王。 平, 官所回马家宫。 孟霍抵挡不住, 被魏延申情活捉。 孟霍不服, 要与孔明再战, 若再被秦财福。 孔明便放他回去。 孟霍在卢水渣寨, 请两栋元帅相助, 他怕忠孔明计谋, 只守不战。 要等天热后让蜀军自行退兵。 孔明令军是在树林中扎债以避暑热, 又令马带领三千兵从沙河口。 渡河, 绕道蛮兵后方, 断蛮兵粮草, 还招降了两栋元帅作为内应。 孟霍兼守卢江天险, 以为万无一师, 每天饮酒取乐。 蜀江马带伴。 夜渡卢水, 夺了元帅董图纳的粮草, 决断了加山粮道, 孟霍得报大怒。 令武士众打董图纳一百大棍, 免其一死。 董图纳心怀怨恨, 趁孟霍大罪, 纠集手下将孟霍绑了剑孔明。 孟 或人事不服, 孔明让孟霍看过蜀营的精兵粮草后, 孟霍仍是不服, 便 又将他试回。 孟霍对弟弟孟幽说, 我们以知蜀君君情, 你领百余精兵去向孔明。 献保, 借机杀了孔明。 孔明问马素是否知道孟霍的阴谋, 马素笑着将孟霍的阴谋写于纸。 上 孔明看后大笑, 令人在酒内下药, 让孟幽等蛮人吃喝。 当夜, 孟霍带三万兵冲入军中要捉孔明, 进账财之上荡, 孟幽等。 蛮兵全部烂醉如泥。 魏妍, 王平, 赵云又奋兵三路杀来, 蛮兵大败。 孟霍一人逃往芦水。 孟霍在芦水被马带扮成蛮兵的士兵截获, 压见孔明。 孟霍说这次, 是弟弟孟幽饮酒物事, 人不服气。 于是孔明第三次放了他。 孟霍为了报仇, 借了十万排刀辽丁军, 来战蜀兵。 孟霍穿西皮甲, 骑赤牦牛。 排丁兵赤身裸体, 涂着鬼脸, 劈头散发, 向野人般潮鼠。 迎扑来。 孔明却下令关闭债门不战, 等待时机。 等到蛮兵威势已剪, 孔明出骑兵夹击, 孟霍大败, 逃到一棵树下。 见孔明坐在车上, 冲过去便要捉拿, 不料却掉入县坑里反被擒货。 孟霍仍然不服, 孔明又一次放他回去。 孟霍躲入凸龙洞求援, 迎野洞洞主阳风感激日前 孔明不杀其族人。 知恩, 在凸龙洞捉了孟霍, 送给孔明。 孟霍当然不服, 要再与孔明鱼。 迎坑洞决战, 孔明又放了他。 孟霍在迎坑洞召集千鱼人, 又叫七弟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 目录。 大王驻战, 正在安排要与蜀军决战之时, 蜀军已到洞前。 孟霍大惊。 妻子驻荣氏便领兵出战。 驻荣氏用飞刀伤了蜀江张仪, 活捉了去, 又用半马锁半岛马中医。 起捉了去。 第二天, 孔明也用计捉了祝荣氏, 用他换回了张仪, 马中。 二江。 孟霍要目录大王出战。 目录骑着白象, 口念咒语, 手里摇着铃铛。 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走去。 孔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制巨兽, 口里喷火, 鼻里冒烟, 吓退了。 蛮兵的怪兽, 占了孟霍的银坑洞。 第二天, 孔明正要奋兵激情孟霍, 呼得抱, 说孟霍的七弟将孟霍。 待往孔明寨中投降, 孔明知道是假将, 一身令下全部拿下, 并搜出 每一人身上的兵器。 孟霍不服, 说假如能请他七次, 他才真服。 孔明 于是又放了他。 孟霍又请来乌歌国的藤甲军, 与孔明决战。 孔明用油车火药烧死。 了无数蛮兵, 孟霍第七次被擒, 才真心投降。 孔明见蛮的乙平, 班师回国。 行至卢水, 狂风暴雨大作, 兵马步。 能过河。 当地土人说是鬼怪冤魂作怪。 孔明在卢水边祭祀亡灵, 放声。 大哭。 卢水才变得平静, 大军方能渡河而回。 大军回到成都, 后主流禅出城三十里迎接。 流禅与孔明并车而行。 涉太平岩, 重赏三军。 从此每年有三百多个邻邦向蜀国进贡。 卫王曹丕得了重病, 有人说是真后在诅咒他, 曹丕信以为真, 便杀了真后, 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 不久便死了。 享年仅四十岁。 曹瑞即位, 封司马懿为票齐大将军, 防守雍, 梁二周。 孔明此时, 正想进攻中原, 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 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 说司马懿要造反, 借此消去司马懿的兵权。 曹瑞知道了此事, 十分担心。 曹真请为皇以巡视为民去探司马懿的真伪。 司马懿不知内情, 率领大军迎接皇上, 为皇便将司马懿的官直销掉了, 让曹修接替了他的职位。 孔明见司马懿不再领拥, 梁二周兵马, 便上出师表, 请求乏位。 后主刘禅同意。 孔明令老将赵云为先锋, 率军向中原进攻。 曹瑞的报, 赵大臣商议, 夏侯渊的儿子夏侯帽要求出战。 遭司徒。 王朗反对, 夏侯帽大怒, 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卫主。 夏侯帽令西梁大将韩德律四个儿子为先锋, 与赵云在凤鸣山相遇。 韩德四个儿子被赵云赐死了三个, 活捉了一个, 曹军打败。 第二天, 夏侯帽埋下伏兵, 叫赵云出战。 赵云不把夏侯帽放在眼。 礼, 不料中了埋伏, 被卫兵围困, 后被关心, 张包就出。 孔明见夏侯帽在南安郡坚守不出, 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 郡守崔。 亮不得已投降。 孔明知崔亮不是真将, 便让他去劝南安郡守阳陵来降。 崔亮与夏侯帽商定要用计策, 遍孔明入城。 崔亮回来告诉孔明, 说杨陵半夜现成。 孔明让崔亮带关心, 张包。 入城为内应。 又秘密交代关心, 张包, 让他们时机移到便杀崔亮。 崔亮叫开南安郡城门, 杨陵到门边接应, 被关心一刀斩了。 张包。 也把崔亮赐死, 活捉了夏侯帽。 天水太守马尊要领兵去救南安郡, 中郎将将为献了一记, 说即可。 保天水, 又可解南安的为。 第二天, 马尊引天水兵出城, 赵云果然攻城, 被马尊将为两面。 家机, 赵云之道重计, 奋力突围。 幸亏张义, 高翔两路人马赶到, 赵。 云才脱了险。 孔明听说将为致勇双全, 便亲自领兵前来。 半夜里呼见火光四起。 城上城下喊声震天, 原来是将为领兵杀来。 关心, 张包连忙保护孔。 明突围, 走了六、 七里, 孔明回头看将为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 孔明说, 军不再多, 全凭调度得当, 将为真是将才呢。 孔明想出一记, 让俘虏夏侯帽去说服将为投降。 夏侯帽在回味的。 途中悟信了蜀军散步的谣言, 便转往天水郡告诉马尊说将为已投降了。 诸葛亮。 当天夜晚, 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将为, 在天水城下大骂马尊, 并派兵攻城, 直到天亮才退。 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将为所在的继城。 孔明算定城内无粮。 草, 故意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 引诱将为出城。 当夜将为果真冲出城节粮, 被扶兵围住。 继城被蜀军夺了。 将为, 逃往天水, 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剑射下, 使得将为无路可走。 将为剑关心从后缅杀来, 人困马伐不敢应战, 回马翔走, 又见孔。 明从山坡后转出, 将为剑进退无路, 只得下马投降。 孔明拉着将为的。 手说, 我便求贤者已久, 金玉良居, 愿将平身所学清囊相守。 将 为被感知欲, 大喜败谢。 下侯帽连诗三郡, 逃往枪中。 曹瑞又命曹征为大都督, 郭怀为父。 帅, 司徒王朗为军师, 大军在为水之溪下寨, 与蜀军对质。 第二天, 两军对阵。 孔明坐车上, 王朗劝孔明投降为国。 孔明返。 而把王朗博的无话可说, 羞愧难当, 大叫一声, 撞死于马下, 死时期。 十六岁。 魏军又来劫营, 被孔明大败。 曹真又请西枪国铁车兵相助, 用铁。 车连城寨, 非常坚固, 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 那时正值十二月, 天降大雪。 孔明在雪地中, 挖了许多陷坑, 轻。 自作者小车冒雪又敌。 枪冰铁车竟跌入陷坑。 蜀冰杀出, 万箭齐发。 枪冰惨败。 卫冰连败, 曹瑞十分惊慌, 太赴忠咒以全家性命保健司马懿。 曹 瑞重新启用司马懿, 并亲自到长安城作镇督展。 李延的儿子李锋从白帝城送信, 说孟达当时因关于被害之事, 不, 的部将了卫国。 现在孟达愿与金城, 新城, 上拥三郡的兵联合取洛阳。 请孔明领兵攻长安。 孔明的报后心中盛喜。 呼报曹瑞亲自出征司马懿付出。 孔明大, 经, 便写信给孟达要他做事机密, 并小心提防司马懿。 不料孟达回信说, 等司马懿知道他造反后报奏位帝在行动, 至少, 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时他早已成功了。 孔明不放心, 急忙叫人载。 去叮咛孟达小心行动。 司马懿的皇帝宣照, 正要起兵, 有人密报说孟达要反叛。 司马懿。 见世级, 便下令军队一天赶两天的路去新城。 又让参军梁姬先到新城。 去稳住孟达。 孟达全部防司马懿, 与京城太守申仪, 上拥太守申丹约定同时举。 是。 申仪, 申丹假装同意。 不料当司马懿军队已临城下, 申仪, 申丹。 立即遍开了城门, 引进司马懿的军队, 保住了新城, 孟达也被申丹赐。 是。 司马懿事后才向曹睿报告平息孟达的事情。 曹睿不仅不怪罪他。 反刺他今月府一队, 允许他以后遇及事可先斩后奏。 孔明之司马懿必供取接庭, 便选将把守。 马素自告奋勇前去, 并 立下军令状。 孔明令王平与他同意买皇帝和王平与他同去, 并派高翔, 为严领兵一万随后之。 元。 王平坚持要照孔明的指示, 当道扎仔。 马素却要选一座孤山扎营。 王平反复劝说, 马素就是充耳不闻。 司马懿用兵围住马素, 张合包围了王平, 断了山上水源。 属军乱。 了阵脚, 皆停因此失守。 孔明见皆停失守大惊, 盲令众将快撤, 自已也领兵五千去西城搬。 运粮草回汉中。 正在搬运粮草时, 呼报司马懿领兵十五万来年, 攻西城, 众官员下的。 脸色都变了。 孔明笑了笑说, 不必惊慌, 我早埋伏下十万雄兵, 在这里等候司马懿了。 司马懿赶到西城, 只见孔明正在城楼上焚香弹琴, 两边站了两个童子, 神情自若。 司马懿怕中了孔明的埋伏, 便引兵退走了。 后来他, 知道西城是一座空城, 长叹了口气说, 我真是不如孔明啊。 孔明回到汉中, 斩了马素。 想起刘备讲过马素不能重用的话, 会恨得痛哭起来。 孔明打了败仗, 上表彰自降三级。 刘蝉指得下召扁孔明为右将军。 代理丞相职务, 仍旧统领军马。 曹瑞要再攻属军, 司马懿认为暂时不宜用兵。 向卫帝推荐大将军。 好招守陈仓道口, 曹瑞同意。 呼报扬州大都督曹修上表, 说东吴婆扑太守州房院县郡投降, 并且献上了七条灭吴的计策。 曹瑞便令司马懿、 甲葵去帮助曹修破东吴。 曹修怀疑州房是假将。 州房几次拔剑要自杀以表辰意, 都被曹修。 报住。 州房又将头发割下, 表示忠心。 曹修这才不再怀疑了。 原来州房真是假将。 孙权令陆迅领兵和朱环全从分三路进兵。 等卫军到了扬州, 立即围攻。 曹修按州房的指点将兵开到石亭。 吴江徐胜正面迎敌陆迅。 朱环全从三路加攻。 卫军大败。 曹修逃出来在沼州房时, 以不知去。 想。 陆迅夺了卫军两草资重无数, 大胜而回。 陆迅建议孙权修书给蜀。 国, 要蜀国成为国大败之时再出兵中原, 孙权同意了。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 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 赵云的儿子赵统, 赵。 广, 哭见孔明, 报说赵云昨夜病死了, 孔明非常伤心。 孔明在上, 出师表, 刘禅看了, 大受感动, 下令孔明出师。 孔, 明起兵三十万, 以卫言卫先锋, 直奔陈仓道口。 曹真令王双卫先锋, 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 便赏给他锦袍金甲。 蜀军连攻城仓二十余天却无法攻下, 王双又领兵扎城外, 两军交。 风。 王双连商蜀军几元大将, 将为献祭去袭吉祁山, 孔明大喜, 便停。 攻城仓, 曹真接到将为的密信, 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 约定已烧粮草味。 暗号。 曹真叫费要领兵五万去协谷到桌孔明。 费要领兵五万, 进了协谷, 赶了蜀军一天一夜, 十分疲劳, 刚歇。 下埋锅造饭, 忽然被蜀军包围。 费要剑以南脱身, 便自杀了。 卫主得到这消息, 十分惊慌, 盲照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 司马。 一说, 蜀军搬运粮草困难, 目前我军只宜坚守, 蜀军粮进自退。 卫主按司马懿的意见, 令曹真用心防守, 不要轻易进攻。 郭怀有。 令王双长在小路巡逻, 使蜀军不敢运粮。 孙礼又献祭帅军卫装运粮。 车上装些干柴, 硫磺, 又蜀军前来结粮, 再发兵突击, 即可获大胜。 曹真说, 此祭圣妙。 孔明看破了卫军的阴谋, 便将既既既令马带去烧粮车, 张忠, 张。 一去对付福兵, 吴班, 吴义劫杀卫兵, 关心, 张包劫卫兵赢债。 当夜二更时分, 孔明在骑山高处见粮车期货, 各路属军骑出, 卫。 军大败。 卫兵从此退入曹真大寨, 再也不敢出战。 孔明见军中断粮, 陈胜下令退兵。 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 王霜。 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 曹真失去战机, 非常后悔, 竟生起病来, 便到洛阳阳病去了。 魏延按孔明密记, 连夜撤回汉中。 王霜得知, 急忙领兵来追, 眼。 看就要追上, 呼有人来报迎债失火, 王霜急忙回马来救, 刚走上山坡。 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 卫兵无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 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 斩了王霜, 便想沉积乏味。 张昭建一孙, 全先做皇帝。 孙权便在武昌南郊登坛即位, 改皇五八年位皇龙元年。 立孙登位太子。 孙权刚做了皇帝, 又想乏位。 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 和兵灭位, 共分天下。 孙权依了张昭的建言。 刘禅见过吴国使节, 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 孔明说可派人。 代理去东吴祝贺, 请东吴派陆逊乏位, 蜀国出兵攻长安。 刘禅都照孔。 明的意见做了。 陆逊说, 这是诸葛亮的阴谋。 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 假装起。 兵, 呆蜀国打败了魏国, 我军在陈虚进攻中原。 孙权认为此技甚好。 孔明城陈仓首将好招并为, 带观星, 张包日夜即行, 拿下了陈仓。 又令江维, 为严陈姬攻下散官, 见威臣, 引大军再出其山。 曹瑞怕东吴进攻卫国, 盲照司马懿商议军情。 司马懿说眼下只需, 防蜀国不必防吴国。 为主令他与孔明决战。 孔明派江维攻武兜, 王平去攻殷平。 司马懿令郭怀, 孙礼去蜀军。 背后袭击, 二人率军正在赶路, 探马突然来报说, 武兜, 殷平已备。 蜀军夺去了。 二人不觉惊慌失措。 司马懿再令张和, 带林去结蜀营, 结果孔明早有准备, 为兵打败。 而回。 流禅之孔明连胜卫军, 便又下诏恢复孔明成相之职。 司马懿坚守不出。 孔明又想出一计, 已退未进, 半月退兵一次。 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 张和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 要求出战。 司马懿, 令张和, 带林领兵先追。 关心等人大战张和, 带林, 卫军将要兵败之时, 司马懿领军来救。 将为, 廖化却沉积结了卫营, 卫军大败。 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 张包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 孔明。 损失了一员大将, 不由地放声大哭, 口图鲜血, 昏倒在地。 急忙传领。 连夜秘密撤往汉中。 等司马懿得知之时, 蜀军已撤走了五日。 建兴八年秋天, 曹真上表请求法蜀国。 为主令他为珍稀大都督。 司马懿为副都督, 引兵四十万从长安出发, 攻取汉中, 并令郭怀领军。 支援。 孔明见卫军来攻, 叫王平、 张仪领一千兵去陈仓古道防守, 耳人。 觉得一千兵难以挡住四十万卫军, 不肯去。 孔明说他夜观天象, 将有。 长期大雨, 魏军必然不敢来攻赎国, 二人才去了。 曹真领兵驻扎于陈仓, 果然连下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士兵无法。 睡觉, 马无草料, 军无战兴。 魏主命令撤兵。 孔明知司马亦有埋伏, 也不追赶。 曹真见蜀兵不追, 便将埋伏的人马撤回。 司马亦说蜀军将从两骨, 出兵夺齐山, 曹真不信。 两人打赌, 各守一个骨口。 孔明令魏严, 陈氏率领二万人马去击鼓, 孔明令他们不要轻易钱。 静, 以防卫兵在击鼓埋伏。 魏严, 陈氏不听。 陈氏自领五千兵出击鼓。 被司马亦的伏兵杀的只剩几百人马, 姓有魏严将他救出。 曹真连续七日魏剑鼠军出现, 便放松了警惕。 结果曹真被包围, 魏江秦良被杀。 司马亦派人将曹真救出。 孔明得胜, 领军又出齐山, 按军法斩了城市。 曹真读书了, 遗弃。 之下静卧并不起。 孔明又写了封信送给曹真, 信中说曹真无能, 不识。 天文地理, 以智者兵笋将, 曹真看罢, 气得大叫一声, 死于军中。 魏主崔司马亦出战, 司马亦要与孔明先斗正法。 孔明百出八卦阵, 冲阵的魏军都被捉住了, 孔明不杀他们, 给他。 门脸上涂上黑墨, 光着上身试回。 司马亦怒气冲天, 令三军一起冲阵。 不料关心, 将为杀来, 魏军三面受敌, 司马亦拼死杀出, 已伤亡了。 一大半人马, 都为纪安借送粮草物了十天, 孔明要按军法斩他, 尝使杨仪替他。 求情, 孔明便让军士打了他八十军棍。 纪安心里怀恨便投降了魏军。 司马亦让他去成都散布谣言说, 孔明早晚要转位自立位皇帝的。 刘禅听信谣言, 下诏召回了孔明。 孔明为防备司马亦追击, 下令。 各军撤退时今日决一千兆, 明日决两千兆, 后日决三千兆, 用减冰天。 造之际迷惑司马亦, 使他不敢追赶。 孔明回到成都, 朝见后主流禅, 奏问有何大事, 流禅之无其词。 达妃所问。 孔明召唤众观察问, 才知是纪安散布流言。 即派人捉纪安。 纪安已投靠魏国去了。 孔明便把传布流言的宦官杀了。 建兴九年二月, 孔明再出兵乏尾。 司马亦令张和领兵在齐山阻挡。 蜀军, 自己则和郭怀领兵保护天水各成。 到了收卖季节, 孔明让军事抢收隆西麦子以补充军粮。 建司马亦。 有防备, 便下令准备三套同样的车马, 每车用二十四个人赤脚批法推。 车, 令江维, 魏妍, 马带三人都装扮成自己, 以迷惑敌军。 第二天, 下着小雨, 天色阴暗, 魏军见孔明坐车而来, 便一起追。 赶。 但四处都有孔明出现, 推车的人模样害人, 魏冰以为是鬼神出现。 吓得各自奔逃。 三万鼠军却迅速将隆西的麦子割得一干二净。 司马亦见鼠冰在鲁城打麦子, 便引兵去偷袭。 孔明料定魏军要来。 功臣, 便在城外埋伏了军马, 内外加工, 魏军死伤很多。 这时运送粮草的李延来信告及, 说为, 吴联和进攻蜀国。 孔明丹 新东川安全, 立即撤军。 张和要领兵追赶, 司马亦知他性情急躁, 一再告诫他小心孔明的。 埋伏。 张和一路急追到木门道中, 忽然火光冲天, 大石滚滚而下, 断了。 张和退路。 两边山上万弩齐发, 将张和的兵马, 全部射死了。 孔明回到汉中, 才知是李延因为办好军粮怕孔明治罪, 写假信告。 即, 骗孔明回来。 孔明要斩李延, 费衣带他求情, 孔明只好放了他。 萧去官职, 降为平民。 诸葛亮五出齐山没有成功。 三年后, 蜀兵人马强壮, 粮草充足。 后主流禅下诏, 孔明六出齐山乏位。 此时, 观星病死, 孔明悲痛不已。 为主令司马懿挂帅防备蜀军。 司马懿领兵在渭水南岸扎寨, 又在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桥, 大寨后筑起了一座土城, 准备长期坚守。 孔明调兵假装进攻北渊, 目的是要稍断浮桥。 不料这计谋被司马。 一时破, 属兵大败, 死伤万余人马。 诸葛亮收拾残兵, 心中非常烦闷。 这时费衣从成都来, 孔明请他。 去东吴送信, 请孙权出兵乏位。 孙权早有乏位的想法, 马上起兵三十万, 分三路去公卫国。 司马懿派正文假将孔明, 孔明将计就计, 让正文写信叫司马懿前。 来劫营。 秦朗来劫营被蜀军杀死, 为军大败, 不再轻易出战。 孔明令。 人在上方谷用木牛流马转运粮食。 司马懿抢了几匹木牛流马回去仿造, 用来搬运粮食。 孔明令蜀军。 半成神怪将魏军下退, 抢了魏国无数的粮草。 司马懿亲自领兵来劫粮草, 却中了埋伏, 差点被料化杀了。 这时, 魏主派人通知司马懿, 东吴兵马懿分成三路准备攻打中原, 命司马懿。 坚守不要出战。 魏主曹睿亲自领大军抗击吴军。 兵到朝湖口, 满宠城吴军松懈。 连夜去劫吴军水寨, 吴军大败。 陆逊建议将包围新城的兵将调出, 派去劫断魏军归路。 不料姓贝。 巡逻的魏军搜去了, 陆逊只好令响对策。 天气炎热, 吴国兵马染病者众多, 孙权要陆逊撤兵。 陆逊于是缓。 缓将兵马撤回江东。 孔明令高翔在上方谷运凉。 司马懿领兵去偷袭上方谷, 被孔明困。 于谷内用火围攻。 围急之间, 突然天降大雨, 司马氏父子三人才得以。 幸免一死。 孔明见未烧死司马氏父子, 便引兵驻扎五丈元。 孔明遣人将妇人。 的头侍和丧依送给司马懿, 取笑他身为大将, 却如女人般胆小, 只顾。 死守而不出战。 司马懿看罢, 心中大怒, 但却不动声色, 并重赏来人。 他又问起。 孔明的饮食情况, 来人回答说丞相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却吃得很少。 司马懿便料定孔明必定活不长了。 废一从成都赶来, 说东吴已退兵回去, 属, 吴联合乏味的计划落。 空。 孔明长叹一声后昏倒了。 将为劝他祈祷严寿, 孔明在帐内设七盏。 大灯, 四十九盏小灯, 令设主命灯一盏, 说七日内主灯不灭, 他便可。 再多活十二年。 孔明在帐中祈祷北斗严寿。 到了第六日, 孔明见主灯依然明亮。 心中圣喜。 此时夏侯罢引一千人马来探数军需时, 魏严闯入帐内来报。 军情, 竟不慎将主灯扑灭了。 孔明弃剑叹息, 深知自己天命已至。 孔明将自以着的二十四篇兵书和连诸弩, 的图样和用法传给了。 将为, 又嘱咐他以后用兵, 要特别留意阴萍这个地方。 又换马带兽乙。 秘技, 并把兵符应兽都交给了杨仪, 说他死后, 为炎必反, 又交给杨。 移一个颈囊, 让他在为炎造反时打开。 孔明强支病体, 初营巡视, 一阵阵秋风吹来, 浑身发冷。 孔明回帐后写了一份仪表给刘禅, 劝他约己爱明, 清净贤良。 这, 使礼服问谁可继位丞相, 孔明说蒋婉, 又问蒋婉之后何人继之, 孔明。 说废一, 礼服在问时, 孔明已闭上眼睛死了, 享年五十四岁。 杨仪按孔明身前安排, 赞不发丧, 让魏严领兵掩护, 慢慢向汉中, 退去。 司马懿察觉到孔明已死, 但又不敢追去, 怕中埋伏, 只派夏侯霸。 去五丈园打探消息, 魏严不服杨仪指挥, 要马带帮他去杀了杨仪, 马带假意冲诺。 夏侯霸回报司马懿说 蜀兵已经撤走了。 司马懿领兵追赶到一山脚, 夏, 却看到孔明坐车从山谷中转出。 江维大叫说, 你中了我成像的。 记了。 司马懿下的魂都没有了, 回马懿口气逃了五十余里才停住, 后来, 知道车上的孔明是一幕头人, 司马懿叹息说, 我能知道孔明的身, 却无法知道他的死。 杨仪将为领兵转入战阁道口, 裁杨起白旗, 换了桑符正式发桑。 属兵都失声痛哭。 刘缠得知孔明死了, 失声痛哭。 太后和百官也放声大哭。 废衣上, 揍刘缠魏妍造反。 讲完要刘缠放心, 说孔明肯定会有安排。 魏妍领兵来取南阵。 杨仪打开孔明的锦囊看了看, 出阵对魏妍说, 你若敢连喊三声, 谁敢杀我, 我便将汉中陈池给你。 魏妍才, 喊了一声, 便被孔明安排的马带杀了。 孔明的灵鹫运到成都, 刘缠与百官全部挂校, 出城二十里迎接。 刘缠选了各吉日, 亲自扶着诸葛亮的灵鹫到汉中定军山安葬。 东吴见孔明死了, 便在边境增兵。 刘缠派人去见孙权, 欲重修酒。 好! 孙权折剑发誓, 不公蜀国。 接连几年, 魏、蜀、吴三国都没有新兵打仗, 天下太平。 魏王曹 瑞在许昌修建了不少华丽的宫殿, 百姓颇有怨言。 曹瑞封文西京长安有一同仁, 服用同仁盘中泉水及能返老还童。 曹瑞便派人去拆取大同仁和同柱, 结果宫殿倒塌, 压死一千余人。 曹瑞整日在方陵园中和美女嬉戏取乐, 毛皇后大魏不满, 曹瑞便下令将他处死。 辽东太守公孙渊造反, 自称燕王。 司马懿领兵平息了公孙渊的反。 兵斩了公孙渊。 曹瑞在许昌得了重病, 便把后世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 要他们同。 新辅助才八岁的太子曹芳。 曹瑞不久便去世, 曹芳当了皇帝。 曹爽听信和燕的挑拨, 夺了司。 马懿的兵拳后, 门下兵客日盛。 从此司马懿装病不出, 二子一退居贤。 直。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 出身富贵, 幸好吃喝玩乐, 天天听歌赏舞。 出城打猎, 过着帝王一般的日子。 弟弟曹西苦口婆心劝他收敛, 以免。 遭人记恨。 曹爽充耳不闻。 曹爽的部下李胜被命为荆州刺史。 曹爽让他以辞别为民钱去探望。 司马懿的病情。 司马懿故意装出十分病重的样子, 骗过了曹爽。 司马懿与儿子司马施, 司马昭暗中密谋, 要伺机杀了曹爽。 一天, 曹爽出城打猎, 司马懿召来从前的新妇将士, 关了城门, 向郭太后, 说曹爽奸邪乱国, 应该降罪, 并派兵守住福桥, 要杀曹爽。 曹爽知道城中司马懿兵变后, 手下众将都劝他将皇帝送到许兜。 然后调全国兵力讨伐司马懿, 曹爽哭了一夜, 却迟迟犹豫不决。 司马 亦又派人传言, 此举指示要你交出兵权, 将军尽管放心回城商量吧。 曹爽竟相信了。 不久, 司马懿查出了曹爽造反篡位的罪证, 便将曹爽兄弟三人合。 手下一千人全部杀了。 为王丰司马懿为丞相, 加九西, 父子三人同职。 掌国家大权。 下侯霸是曹爽的亲族, 见司马懿滥杀曹家宗族, 便领兵三千造反。 被雍州刺使郭怀打败, 下侯霸转而投降了蜀国。 将为要下侯霸坐向导进攻中原。 下侯霸说为国有二人, 一叫忠惠, 一叫邓爱, 不可不防。 将为却认为这两个人年纪太轻不足为惧。 将为派人去联络羌人, 一面令巨安, 理心网居山修东西两城为钱。 方句点。 郭怀领兵围了东西两城, 断了水源。 将为用下侯霸的计谋转公庸。 周, 却中了郭怀的埋伏, 死伤不少人马。 居山二城的蜀军因无缘兵, 便都投降了卫军。 这时司马懿也因病, 重死了。 东吴的陆逊, 诸葛景也都先后去世, 由诸葛景的儿子诸葛克总理。 东吴大事。 不久孙权病死, 儿子孙亮继位。 魏国司马兄弟见孙权刚死, 孙亮年小, 便发兵三十万攻打吴国。 司马施令东征将军胡尊去攻打东兴郡。 东吴诸葛克一面派人增援东兴, 一面令老将丁凤游水陆攻击卫军。 杀得卫军打败而逃。 诸葛克趁势进攻中原, 结果被卫军新陈首将张特用假将之计打败。 只好撤兵。 诸葛克兵败回国, 托兵不离朝政。 吴王孙亮亲自上门问安探望。 诸葛克为了防止百官议论他兵败之事, 便先行挑出众官的过失, 轻则。 发配到边远的地方, 众则杀头, 百官对他又恨又怕。 大臣腾应, 孙俊上言孙亮, 建议除掉诸葛克。 孙亮宴请诸葛克。 孙俊突然在席上斩了诸葛克, 并将他一家老小禁术杀了, 吴国大全有。 落入了孙俊的手里。 将为不知东吴兵败, 仍按照两国的蒙约新兵乏位。 同时派人请枪。 王发兵帮助。 蜀国的使者系正带着彩礼去见枪王, 枪王见到财务非常高兴, 派。 枪将而阿烧哥为先锋, 亲自领五万兵去帮助蜀军打卫国。 将为用计, 用牧牛流马往铁龙山运粮。 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 鹿,徐直重计, 被蜀军杀死。 下侯霸令蜀军穿上 为军俘虏的衣服去捷营, 司马昭大败, 逃往铁龙山。 山上缺水, 只有一条路可通。 将为变派重兵把守, 要将司马昭。 困死山上。 山上只有一泉, 却有六千名兵将, 水不够用, 司马昭只好败泉。 求上天赐味军水喝。 败毙, 泉水大量流出, 人马才没有可死。 郭怀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龙山, 便派人甲将枪王, 李应外合打败。 了枪兵。 郭怀带枪王迷当去救司马昭。 枪王倒数迎剑将为。 混入枪兵中的卫兵沉积作乱, 将为慌忙逃走。 连枪剑也来不及拿, 身上只有一张弓。 郭怀搭剑射去, 将为顺手接。 了剑回身一射, 便将郭怀射下了马, 郭怀回营后就死了。 将为拜回汉中。 司马昭也回了魏兜。 魏主曹芳写写书交给夏侯玄。 李峰和张基, 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 司马师在营外见张基三人眼睛红肿, 便命人搜身, 取出了写书衣。 封, 司马师勃然大怒, 杀了三人全家大小。 司马师又下令将张基的女儿张皇后 用白链勒死于东华门内。 司马师废了曹芳, 立曹茅为皇帝。 司马师可以入朝不败, 带剑上。 殿, 扬州都督冠秋简, 四世文清对司马师废就地另立新帝之举声赶步。 满, 起兵讨伐司马师。 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 冠秋简兵迟了一步, 军事重镇南顿被卫军战了。 冠秋简领兵首相。 臣, 保卫受春和乐嘉臣。 四世文清与儿子文秧守乐嘉臣, 于夜晚去偷袭未赢, 文秧在敌阵。 终横冲直撞, 十分英勇。 向臣被卫军攻破, 冠秋简逃往盛县, 县令宋白趁冠秋简酒醉杀了。 他后, 将首级献给卫军。 文清父子剑寡步敌众, 便投奔了东吴。 司马师因眼睛长了一个流姿, 回朝后不久病情恶化便死了。 把大 全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将为得知司马师死了, 再次出兵乏尾。 被水裂阵, 自己断了自己。 得退路, 蜀军人人死战, 大败雍州刺使王金。 王金逃入敌道臣坚守。 将为领兵攻敌道臣九宫不下, 见邓爱领兵来攻, 便带兵迎战邓爱。 不料邓爱早有准备, 将为弄不清邓爱有多少人马, 只得撤退回汉中。 邓爱进了敌道臣, 对王金说将为还会再攻, 让王金在重要关口里。 迎防守。 将为果然又从骑山出兵乏位, 他见卫兵已有准备, 便留下少量兵。 力混淆邓爱, 自领大军去攻南安。 邓爱看破了将为的计谋, 领兵去上。 归, 断骨埋伏。 将为带兵经过上归, 断骨, 中了卫军的埋伏。 将为被吓侯罢救出。 又被为江臣泰, 邓爱追击, 正在围急时, 援兵张仪赶到, 将为, 下。 侯罢趁势杀出重围, 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 司马昭为邓爱加官进爵。 此时, 司马昭已经有心篡位, 但他对怀。 男的诸葛旦不放心, 便派贾冲去试探诸葛旦的态度, 没想到竟遭到诸。 葛旦的反对。 于是司马昭密令阳萨四十勒申用计谋杀诸葛旦。 诸葛旦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 便连夜领兵到阳萨, 杀了勒申。 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 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 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 由他的弟弟孙生主持朝政, 孙生发七万。 兵力帮助诸葛旦。 司马昭得知诸葛旦联合东吴, 便想亲自领兵镇压, 又怕京城有变。 便带着郭太后, 天子一同打仗。 司马昭令王姬为先锋, 石包、周太。 前往相助, 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中会的计, 将牛马驴螺放在战场, 无兵见了便来抢夺。 无心打仗。 王姬领兵城乱眼杀, 吴军大败, 诸葛旦因此退入寿春城。 吴将诸义领兵去寿春城支援, 半路上被卫兵截杀, 只好退回安丰。 孙生大怒, 便将诸义斩了, 另命全端, 权一去破卫军, 严明如果破。 不了卫军, 便与诸义一样下场。 权一被逼急了, 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 卫军 诸葛旦首寿春城, 既吴援军, 又将梁静, 吴将文清建议将北方兵 放出城, 以节约粮食。 诸葛旦怀疑文清令有用心, 下令斩了文清。 文 清的儿子文秧, 文虎便月强出城投降了卫军。 寿春城内人心大变, 终会劝司马昭成事功臣。 首将曾宣开北门头。 将, 诸葛旦被魏军杀死, 淮南之乱就此平定。 将为趁司马昭带着皇帝打仗, 为国国尽空虚之计, 再次乏位。 令, 小将傅谦, 讲书为先锋, 直取卫军屯粮的长城。 长城守将司马旺是司马昭的族兄, 听见蜀兵来攻, 便带王真, 李。 鹏两元偏将出城迎敌。 傅谦勇不可挡, 斩了王真, 李鹏。 司马旺连忙。 退入城内防守。 蜀军用火炮攻城, 城内茅屋中炮漆火, 烈焰冲天。 眼看城破在即。 邓爱父子领兵来援救, 邓忠与将为交战失利, 被邓爱救回。 邓爱见地形不利作战, 守债不出, 司马旺也守城不出。 将为正司。 继谋破敌, 呼闻来报诸葛弹战败。 将为便引兵退走。 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卫军, 东吴孙生得之后大。 怒, 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 吴祖孙量不满孙生随意杀人, 便同。 国舅权继密谋, 要除掉孙生。 权继做事不隐秘, 被孙生知道了内幕。 孙生便废掉了孙量、 立孙。 量的弟弟孙修为皇帝, 自认丞相, 一家人都封了大官。 孙修见孙生有当皇帝的企图, 便与老臣张布, 丁凤策划除掉孙生的计谋。 孙修急大宴百官的机会, 照孙生附会。 张布突然令武士将孙生拿。 下, 孙修命人当场斩了孙生。 孙修派人去蜀国通报局势, 使臣回来报告说, 蜀国流禅重用宦官。 皇号, 国家以为在旦夕了。 孙修又写信给蜀国, 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 吴, 蜀印各有防备。 将为又出兵阀位, 兵住其山谷口, 恰好是邓爱过去挖的地道出口。 当夜, 卫军由地道口出来结蜀营, 将为立于中军帐前, 下令人马。 不要动, 只以弓箭设卫军。 卫军冲杀不尽, 天明后便退了。 邓爱又与将为对阵。 邓爱被将为困在, 长蛇卷的阵中, 多亏私。 马望领兵就出。 邓爱斗不过将为, 便派人去成都会陆宦官皇号, 让皇。 号向后主敬禅言, 于是将为被召回朝中。 将为回成都建朝中并无大事, 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 后主令将为先回汉中。 司马昭得知将为被后主流禅召回, 便想出兵公蜀国。 甲冲劝他不。 要离开京城, 司马昭便暂且割下法蜀之事。 为王曹茅做了一首, 乾隆诗, 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 司。 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 曹茅绿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 陈记在, 云流门用毛刺死了曹茅。 司马昭扬阳庄不知情, 将陈记斩首。 甲冲劝司马昭自立位帝, 司马。 昭却立曹焕为皇帝。 曹焕家封司马昭为晋王。 为国内乱, 将为陈姬出兵伐位。 为将旺冠领兵甲将将为, 将为将。 记就记, 令他帮蜀军押运粮草, 暗中派人监视王冠的行动。 蜀军捉了一名奸细, 搜出了王冠给邓爱的书信, 约定8月20日。 把粮草鸦送到卫营, 要邓爱到云山谷接应。 将为把8月20日改为8。 月15日, 挑了一个精明的兵士半成卫军, 把姓送往卫营。 邓爱在8月15日前去接应, 被蜀军杀的大败, 只好下马混入部。 兵中才得以逃脱。 王冠剑士机败露, 无法脱身, 便烧毁了战道和关爱。 将为怕汉中有危险, 抄小鹿截杀王冠, 王冠投黑龙江而死。 将为派人抢修战道, 又整顿军粮兵器, 第八次上表要求乏位, 刘 禅同意。 老将廖话劝将为不要攻打魏国, 将为大怒, 刘廖话守汉中, 自领。 大军出征, 命夏侯霸卫先锋。 夏侯霸领兵到桃阳城下, 见城门大开, 心里虽然疑惑。 但是中将, 一心只想立功, 便不顾一切向城里冲去。 才刚进城门, 吊桥便忽然拉。 启, 城上乱剑射来, 把夏侯霸河五百军士都射死了。 将为令张义去攻崎山, 被邓爱撂到, 引兵将张义结在后山厮杀。 幸好将为领兵杀到, 前后夹击, 将邓爱的寨子围的铁桶一般密布通风。 邓爱守了半月, 见无法解围, 便找到党军, 让他去成都贿赂宦官。 黄好 黄好剑裁眼开, 便在刘禅面前散布姜维要造反的谣言, 后主大 经, 便下诏召回了姜维。 姜维撤兵回到成都, 劝刘禅杀掉黄好。 后主不愿意。 秘书郎确证。 劝姜维速去踏中屯田避祸, 姜维便照他的话去做了。 司马昭得知姜维在踏中避祸, 而流产昏庸无能, 便令邓爱, 中会 领兵伐蜀。 中会却大造兵船, 训练水军。 司马昭疑问之下方之中会要。 用深东击西之计, 这时才明白中会的臣府颇深, 便对他有了戒心。 姜维在踏中德之中会, 邓爱要领兵法属, 连夜报告刘禅, 要吊踏。 中的兵马去拒敌。 后主流禅向黄昊问计, 黄昊便向神婆问吉兄。 神婆说再过不久未, 国就要归降蜀国了。 后主便放心地在宫中吃喝玩乐, 将抗敌之势置诸。 脑后, 中会的兵马直销一战就夺下了南政官, 接着马上引兵为公羊平官。 守江蒋书不敢出战, 傅迁引兵杀敌, 被卫兵包围, 蒋书现官投降。 傅迁最后自杀身亡。 江维见邓爱大军杀到, 急忙传令叫廖化领兵接应。 江维打退了位。 江旺齐, 千鸿, 又被邓爱包围, 江维死战才得以脱身。 江维发往成都的告急文书都被宦官皇号扣押了, 所以流禅队战况。 毫无所知。 江维见援兵不来, 便引兵假装要攻拥州。 为江诸葛旭怕拥。 州失守, 慌忙撤兵, 江维才过了阴平, 直奔剑阁。 江维到了剑阁之后, 决心死守。 诸葛旭领兵来攻剑阁, 被江维杀得大败而逃。 中会令人将诸葛旭绑了, 打算问斩。 部下知道诸葛旭是邓爱的人, 都赶来劝阻。 中会令人将诸葛旭装在囚车里, 送网络养请司马昭发。 落。 从此邓爱与中会心结日生。 邓爱为了与中会抢弓, 决定从小鹿进攻成都。 一路翻山越岭走。 得尽是无人之地。 邓爱从摩天岭用绳子荡下山去, 其余的将士看了。 也都一样画葫芦的下山。 邓爱在殷平山顶看见一大空寨, 原来诸葛亮身前曾派兵驻守此的。 后来流禅却将兵撤走了。 邓爱叹息地说, 如果不是流禅昏庸, 将 为疏忽大义, 我军如何能平安到达这里。 邓爱兵贵神速接连攻下了江游, 浮沉, 直取棉竹。 流禅得之位。 军已到了棉竹, 哭求孔明之子诸葛瞻领兵退敌。 诸葛瞻父子领兵七万。 前往棉竹迎战邓爱。 诸葛瞻父子几次打败邓忠, 施转。 邓爱用剂包围了诸葛瞻, 诸葛瞻引兵左冲右突, 杀死了数百名位。 兵, 为兵一起放箭, 诸葛瞻中箭落马, 自吻报国。 儿子诸葛尚也战死。 正中, 卫军变破了棉竹。 邓爱兵临成都, 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乔州劝刘禅向魏国投降。 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禅和几个有骨气的大臣都劝刘禅被臣一战。 刘 禅不听, 下指乔州写书投降。 刘禅得知明天就要投降, 便杀了妻子和儿子, 并割下他们的首级。 到昭烈庙哭别, 然后自杀。 第二天, 后主刘禅将自己绑在车上, 律着太子和大臣向邓爱投降。 邓爱叫刘禅写了诏书, 派奖显到剑阁去, 令将为投降。 众将听说, 刘禅已投降, 各个咬牙切齿, 拔刀砍时。 将为便将自己假将的计谋相。 众将说了, 将为命人在关上竖起将棋, 自己领着张义前往中会的大营投降。 将为对中会表示他只降中会, 不降邓爱, 如果遇上邓爱, 一定要决一。 死战。 中会更加高兴, 便与将为哲见魏蒙, 结为兄弟。 邓爱上书司马昭建议封流禅为官, 把流禅留在成都, 给东吴做个榜样。 司马昭看过书文后一心邓爱想自立为西川王, 便差为贯送信给。 中会, 让中会监视邓爱。 中会将这事告诉了江维, 江维顺水推舟, 假称邓爱早有意自立为西川王。 中会既恨邓爱抢了将蜀的功劳, 便一面上奏邓爱胡作非位。 结好蜀人, 一面将邓爱的表文结下, 将文词改的傲慢无礼后送给司马。 司马昭接到中会的报告后, 下令中会拿下邓爱。 又自领大军, 带。 这皇帝前往长安以提防中会伺机造反。 中会让魏冠捉拿邓爱。 魏冠先命人在邓爱军营附近, 贴了几十道。 帝文稳住邓爱的部下, 此时邓爱还被蒙在鼓里。 魏冠趁邓爱上尉起床。 时,突然入府将他父子擒住, 送往洛阳。 中会引兵入成都, 全数收编了邓爱兵马, 准备自立为王。 又用江。 为之计, 将邓爱手下的将领监禁起来, 准备把不服的魏江一起杀死。 埋在一个大坑里。 中会的亲信邱剑不愿反叛魏国, 便把中会监禁中将的消息泄露给。 魏冠, 魏冠领兵包围了中会, 中会被乱箭射死。 将为奋力冲杀, 但寡。 不敌众, 身受重伤, 便举荐自杀了, 死时五十九岁。 邓爱父子也被魏冠派人杀死了。 后主流禅被封魏安乐宫, 换官皇。 后以拜国害民为由, 被林池处死。 流禅很感谢司马昭的不杀之恩。 司马昭被酒招待, 并令蜀人演奏。 蜀乐, 蜀官们尽皆落泪, 只有流禅嬉笑自若, 一点都不在意。 司马昭问流禅, 你还会想念蜀国吗? 流禅回答说, 这里很快乐, 一点也不想蜀国了。 不久, 司马昭病死。 贾冲劝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自立帝位, 司马, 炎带剑入宫, 逼为帝曹焕让位。 皇门侍郎张杰反对, 司马炎令人当场, 杀了张杰。 曹焕为了保住性命, 只好让位给司马炎。 司马炎做了皇帝, 改国。 好位大静。 丰曹焕为成流亡, 为国便灭亡了。 吴主孙修建属, 为两国都被司马士灭了, 急得大病一役, 不久便, 死了。 孙权的孙子孙昊继位做了皇帝。 孙昊命陆逊的儿子陆康领兵在, 江口驻扎, 以便找机会去攻打襄阳。 司马炎下诏, 令都督杨户屯兵襄阳防守。 杨户知道陆康很擅长用, 兵, 但只是坚守不出。 陆康对杨户的为人也很佩服。 两国各守江土, 互不相扰。 孙昊要陆康进兵, 陆康心里非常为难, 孙昊便撤了陆康的兵权。 杨户死后, 司马炎令杜狱为大都督, 临水陆大军二十余万, 战船万艘。 出师伐吾。 杜狱律大军, 直取江陵, 令崖江州指引八百名水手, 连夜坐小船。 偷偷过江, 去夺江陵。 吴军接连战死三名大将, 不久禁军便夺下了江陵。 孙昊忙召集中江商议对策。 吴江张相却开了石头城城门, 禁军一。 拥而入。 孙昊学流禅的潜力, 投降了晋国, 被带网络扬见司马炎。 司马炎封孙昊为归命侯, 并赐坐殿上。 贾冲问孙昊为什么喜欢对。 人师以酷刑。 孙昊讽刺他说, 我只对杀皇帝及坚硬不忠的人使用而。 以。 从此, 三国归进, 司马炎统一了天下, 结束了三国时代。 天下的。 战争也算是暂时平息了。 东汉末年, 朝政腐败, 再加上连年灾荒, 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 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 便与他的弟弟张良, 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 招收了五十万人, 举行起义, 一起相关。 兵进宫。 没有几天, 四方百姓, 投过黄金, 跟随张角三兄弟杀相官府, 申。 是非常浩大。 汉陵帝得到各地报告, 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 右派中, 郎江卢职, 黄辅松, 朱眷率领金兵, 分路攻打张角兄弟的黄金军。 张角领军攻打幽州地界, 幽州太守连忙赵校为邹靖商议, 邹靖说, 幽州兵少不能抵挡, 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 榜文行到桌线, 引出一名英雄, 这人姓刘明辈, 自选得。 英家里, 平寒, 靠饭麻鞋, 织草席未深。 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 刘备看完了榜文, 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呼听身后有个人大声。 贺道, 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 叹什么气。 刘备回头一看, 这人身高八尺, 抱子头, 圆眼睛, 满腮的胡须像。 钢丝一样竖着, 声音像红中, 样子十分威武。 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明。 非, 自逸得, 做着卖酒, 屠宰猪羊的生意。 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